進行全部的宣讀 第四款財產收入 第87項國防部財產自息無列數 第88項國防部所屬 第1項財產自息一億零九百六十七萬一千元 第2項財產售價無列數 第3項投資收回無列數 第4項費舊物資售價二億兩千七百零三萬一千元 第5款營業盈餘及失業收入 第4項國防部所屬 第1項非營業特種基金剩餘交付 七億四千四百四十八萬元 第7款其他收入 第824項國防部 第1項雜項收入六十一萬元 第85項國防部所屬 第1項學雜費收入五千五百六十一萬八千元 第2項雜項收入二十三億五千一百八十萬七千元 付出部分不含國家安全局部分 第9款國防部主管不含機密部分 第1項國防部 第1項一般行政 六億七千九百零五萬七千元 第2項國防政策規劃與督導 一億八千七百三十六萬八千元 第3項一般科學研究 五億三千九百二十三萬三千元 第4項科技專案二億兩億元 第2項國防部所屬 第1項 軍事行政三十六億一千零九萬五千元 第3項教育訓練業務七十二億一千五百一十六萬五千元 第4項後勤級通資業務六百五十九億一千兩百六十三萬兩千元 第5項一般裝備六百九十三億八千九百七十三萬四千元 第6項軍事人員一千四百四十七億三千三百七十二萬九千元 第7項非營業特種基金十八億零六百四十二萬四千元 第8項一般建築及設備二十三億九千九百三十六萬六千元 第9項第一預備金八億元 第11項一般科學研究八千六百三十八萬八千元 第13項環保業務八億九千三百六十五萬一千元 第14項退休補具十三億六千兩百萬元 第15項均眷為止十三億八千三百一十九萬八千元 以上宣讀 好那就是今天我們的那個稅入跟稅出的一個宣布 那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我們今天進行的方式 那原理上先謝謝各位委員的配合跟幫忙 在提案的部分先送交到一十四做整理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我們這一次的提案總數有五百六十五萬 那經過一十五萬整理完之後 我們盡可能會診完之後應該還有兩百多萬要進行 那今天中午原則上我們是不休息 就吃便當然後繼續討論 那我們盡量把同一個木的提案 現在併在一起合併來處理 那這一部分 那若為有任何臨時提案要加進來的話 那我們希望在同一個木的時候 討論的時候把它一起帶進來討論 那一旦這個木討論完之後 在後來再加新的臨時提案我們就不處理 這樣就不會干擾到已經通過的一個提案 然後另外就是說 有爭議的部分 如果爭議過大我們可能會把它放到最後再來處理 等這個沒有爭議的部分先處理完之後 再來一併處理爭議比較大 那比較有問題的部分 這是今天處理的方式 好 那我們先處理稅入的部分的提案 那稅入部分就一個案子 然後請醫師員宣讀一下 A1 國防部本部 其他收入 劉世芳等三人提案 增列100萬元 以上宣讀 好的 大家對D2有沒有意見 國防部沒有意見 國防部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國防部主機是主任洪煌 有關委員所提的 按喵啊 那一下 按喵是 那個 雜像收入 其他雜像收入增加100萬 那個按喵部分重點是念一下 因為這個提案很多 重點是那邊念一下就好 這個 第一案子先不出 沒有 沒有 立法院的慣例都要念按喵啊 按喵我們把重點 列出來就可以了 只要大家了解 而且大家有書面的文件在上面 好吧 好不好 沒有 以前的慣例 我想很多 很多自身委員都知道 以前的慣例 我們的重 都是念重點式的這個按喵 主命 主命 我們的慣例是怎麼樣 那主命說明一下 請 郭委員會 陳昭偉的意見 因為以往都是我們有畫重點 然後練 因為這次案子實在太多 我們昨天搞到晚上9點鐘才回去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案子都已經併在一起了 所以人方便的話就不練這個按喵 謝謝 主席 主席 以前跟現在也不太一樣啦 現在 網路直播到底委員你動什麼 你刪什麼 鄉親老百姓都不知道 你 你也不能說 沒有 我剛才提過的就是說 暗遊的部分重點一定會念出來 然後 因為有些文字真的很多 只要重點念出來 科目 重點 刪的理由 重點 還預算的金額刪出來都沒問題 那沒有錯 現在是開放的時代 所以所有的網民都可以上網查出所有的提案的文件 所以不會有問題的 好不好 那我們還是念重點啦 好不好 OK 那個第一個案 稅入部分 國防部沒意見 有 感謝劉委員所提的這個 針對我們國防部其他雜項收入 要增加100萬元 那根據我們102 103 104到目前105 晚年除了104是有一個不確定因素 就軍民通用高功能的應用收入的繳回 才有辦法增加 所以這幾年呢 幾乎說在100萬以下 我懇請委員是不是可以給予說 增加39萬人到 偏列到100萬元 這樣可以具體落實可行 劉委員 好 我再提案 因為這是稅入的部分 盡可能何時編列 所以如果主計單位認為說 是編列39萬代替100萬 是不是 不是 在增加39萬到 139 不是 61 原來我們偏列是 你要 這個劉委員的建議是說 要再增加100萬點 161萬 我們執行上是有困難 歷年來只有到 未達100萬 所以我給我們一個劉委員 增列39然後變成100 增列39變成100 對 我剛說了 就是增列39萬 這樣 增列至100萬 好不好 好 我可以同意 增列至100萬 好 不是增列100萬 增列至100萬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稅入的第一案 好 那我們稅入的第一案就通過 好 那我們稅入的第一案就通過 A5 A5 呂玉玲等4人 剪列168萬1千元 A6 呂玉玲等4人 剪列1358萬4千元 A7 呂玉玲等4人 剪列200萬元 A8 呂玉玲等4人 剪列50萬元 A9 呂玉玲等4人 剪列200萬元 A10 將啟程等3人 剪列500萬元 C 剪列500萬元 同時凍結2000萬元 A11 徐志榮等3人 剪列30萬6千元 A12 到A15 並案 涉及國防政策規劃與督導 盲軍等3人 剪列800萬元 A13 盲軍等3人 剪列3000萬元 並同時凍結五分之一 A14 等5千萬元 A15 呂玉玲等4人 凍結五分之一 A16 到18 並案 同時涉及戰略規劃及國防評估 A16 江啟程等3人 凍結500萬元 A16 江啟程等3人 剪列300萬元 A17 一般事務費 呂玉玲等4人 凍結四分之一 A18 違反費 徐志榮等3人 凍結60萬元 A19 到27 並案 涉及國防資源管理 A19 羅志鎮等4人 凍結2000萬元 A20 劉世芳等3人 凍結184萬元 A21 江啟程等3人 凍結2000萬元 同時凍結500萬元 A22 呂玉玲等4人 凍結二分之一 A23 馬文君等3人 凍結700萬元 A24 呂玉玲等4人 凍結185萬元 A25 違反費部分 呂玉玲等4人 凍結1分之1 A26 呂玉玲等4人 凍結500萬元 A27 徐志榮等3人 凍結2456萬元 A28 29 並案 涉及法務及督考 羅志鎮等4人 凍結1000萬元 呂玉玲等4人 凍結500萬元 A30 到33 並案 涉及軍品研發 A30 江啟程等3人 全數凍結 A31 呂玉玲等4人 凍結500萬元 主席 主席 我們不是一幕一幕討論嗎 所以我們跳到第二面去 全部念完之後 再來一幕一幕討論 不是 按語言名稱都沒有念 這樣不行 你只說動 我們全程錄影錄音 到時候你要看這個 不是啦 他看不懂你到底要動什麼 什麼還沒講 他幕名稱都沒有講 不能直接這麼簡約到這種程度 那個江維 那個以前喔 沒有這樣審 以前啦 起碼主席都坐到這邊來 那也是一幕一幕 夜夜這樣看 我們還在唸第一幕嘛 沒有啦 不是 歐山姆嚕 那個唸不能 唸也不是這樣唸 主席如果這樣的速度 可能中午不用準備便當 不是 不會啦 不會啦 我跟各位報告 3217億的預算 如果我們今天就這樣審完 那這立法院大概可以關掉了 真的可以關掉了 等一下 好 早上 好 那我們起醫師員重新 我覺得不能這樣子呼嚨過去啦 這個沒辦法交代的喔 我想現在直播的選民都在看喔 我們在這邊背書200 那我們起醫師員重新啦 三千多億的經費 那意思就是說你只唸了說 誰動多少誰刪多少 為什麼動為什麼刪都沒有唸啊 你要簡化我同意 但是你要把重點唸出來 到底什麼原因 我們刪他 撿他 然後是誰提案 這個都要交代一下啦 好 那我們醫師員重來好不好 這個不能重來 全部唸一字好不好 A2案 一般行政人員維持 預算 四千零六十七萬一千元 簡列兩百萬元 提案人 徐志榮等三人 A3案 哦 暗游 暗游 國防部本部一百零六年度 一般行政計畫下 人員維持編列的 四千零六十七萬一千元 之獎金費用 為對照一百零五年度 法定編制人員 既公公有待遇一百零六年 接繳一百零五年減少 唯讀獎金提高 補不合理 又參照一百零五年度 國防部本部決算 一期一般行政人員 人事費 及持續率只有95% 為遵決工廠 原針對 稅出第一幕一般行政人員 維持向下 人事費 零一一零獎金 五 預算編列 四千零六十七萬元 簡列兩百萬元 提案人 徐志榮 馬文君 江啟辰 A3到A11 並暗宣讀 A3 國防部單位 預算基本工作維持費 向下獎金費 所列四千 四百四十四萬六千元 簡列三百萬元 專案報告後 使得動知 提案人 馬文君 呂玉玲 徐志榮 A4 動結二分之一 專案報告後 並經同意後 使得通知 提案人 馬文君 江啟辰 徐志榮 A5 特別費下 原列一百六十八萬一千元 簡列一百六十八萬一千元 提案人 呂玉玲 等四人 A6 資訊軟體 資訊軟體 資訊軟液體 設備費 簡列一千三百五十八萬四千元 提案人 呂玉玲 徐志榮 江啟辰 馬文君 A7 一般事務費 刪減兩百萬元 提案人 呂玉玲 徐志榮 江啟辰 馬文君 A8 尾辦費 減五十萬元 提案人 呂玉玲 馬文君 徐志榮 將啟辰 A9 物品 簡列兩百萬元 提案人 呂玉玲 馬文君 徐志榮 將啟辰 A10 A10 簡列五百萬元 凍結兩千萬元 書面報告後 使得通知 提案人 將啟辰 馬文君 徐志榮 A11 A11 簡列三十萬六千元 提案人 徐志榮 馬文君 將啟辰 以上宣讀 各位 我們第一幕的部分 有幾個案子 都是在一般行政下的 基本行政 維持工作的費用 那我們這幾個案子 A3到A11 並案處理 那我們請你 國安部這邊 先就每個案子 委員的提案部分 先做回應一下 好吧 是 委員我是 人事事主任林秀梅 也針對第二案 委員提到說 106年的獎金 編列四千零六十七萬 不合理的部分 跟委員說明如下 有關這個科目 編的是指我們 部本部的文職人員 還有寄工工友 跟駐歐主 採購主人員的 考期獎金 年終工作獎金 還有獎 張加發獎勵金 在退休的時候 加發的這一部分 那我們是參考 104年的執行術 加上考期晉級的 這個自然成長 那我們也 也比106年稍微有減少 在文職人員的部分 那之所以會比106年增加 是因為我們駐歐主 有兩位同仁 他的 他的新級已經進到 您供奉最高級 所以他106年是可以 領到兩個月的考期獎金 所以這一部分呢 我們增列了70萬 報告完畢 那其他案 賤請免於刪除 其他案 2到11都一說明了 每個案子都稍微說明一下 報案子 第幾案 然後回應 我們再請委員 再進一步來尋答 好吧 委員好 政務辦公室主任雄厚基報告 現在我要報告的案子是 A3到A11 三個案子的合併案 首先報告 A3案是一個獎金費 最主要的編列的目的是 表揚助手 高山偏遠離底 艱困的官兵 如果遭刪除的話 將會影響這個官兵的士氣 A4案是為全萬的 整個這個基本的行政份 要凍結二分之一 A5案是這個特別費 是依據行政院標準 頒布的核實編列 刪除化將會影響 這個手掌的公共事務推展 A6案是一個資訊軟體設備 是我們採購室 新增的一個知識整合系統 刪除將會影響整個採購效率的提升 要建議免以刪除或什麼 把意見交錯 建議免以刪除 有意見要交錯 A7案為一般事務費 需這個營區整體環境清潔 還有我們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國家政軍指揮中心的空調機電設備的定期檢查所需 刪除的話 會影響我作戰指揮跟人員安全 建議免以刪除 A8案是一個尾辦費 是一個國防部的政風市 委託外部團體辦理防灘預警機制的研究案 刪除的話 將會影響國際透明組織 評鑑的成績效能 建議免以刪除 A9案為物品費 刪除的話 會影響我們三軍 粵移對國家軍力 元旦 國慶及成果發表等活動的經費 服裝跟配件消耗的補充 建議免以刪除 A10案是一個設備維護費 還有雜項設備費 主要是消防設備保固旗艦 還有政軍中心核生化防護設施 定期的一個維保 以及我們示範樂隊樂器的汰換 如果遭到刪減 將影響人員的安全 以及慶典活動的演奏效果 A11案為水電費 上述這個九個提案 以A4案的提案 凍結數目 總共我們行政的基本費的二分之一 為最大的數目 建議免討論A4案以取代個案 這個A4案委員的訴求 就是說我們P3C沒有遵守 這個國安會的國家政策 但昨天部長也做了一個 詳細的解釋 我們從頭到尾都是遵守國家政策 希望委員大於見諒 我們這個所有這個A3到A11案 我們建議 我們105年度 我們已經自行檢列了2300餘萬了 上述個案已經核實 這個管制預算執行了 建議委員免疫減凍 那我們這個刪減100萬 然後這個科目內自行調整 建議委員同意 主席 不好意思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就是在那個編幕的部分 在B127 那個可能有寫錯啦 有疏忽這一個 可能要提到第一幕來 B127 B127 對 哪一個問題 一併處理就對了是不是 對一併處理 謝謝 確定我確定一下 是同一幕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部本部的預算 好 這個不是啊 這是參謀本部的預算 好吧 那個 對不起啊 因為為了討論方便 我們 議事員跟我會下去 我們同意排整一下位置 然後請國安部這一排這邊 可以調整一下 讓主要的業務主管坐在這邊 我們在台下這樣討論會比較快 好不好 我現在挪一下位置 麥克風要準備 等一下大家在報的時候 報單位幾個 然後第幾個 就報A都不散 然後你把他講完後 我們結論是要 都不免贊 都要把體驗講出來 一定要講結論 不然人家不知道怎麼省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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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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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這個部裡面可能主要三位長官 四位這邊就好 然後其他都在後面好不好 幕僚在後面 然後大家夥需要說明的時候 請站起來 但是因為要全程錄影 所以我們等我麥克風遞過去 再來說明 好吧 那是王定偉 你這樣可以做一天嗎 可以 可以 沒有意義 要這樣半夜來站著就這樣 好 各位 我們那個官部官員 請快就定位 那個調整A的在A的 然後先A的坐這邊 那個沒有不保持安靜 調整A的先坐這邊 要馬上回答就坐這邊後面 坐這邊 好 那我們就先處理 第A3案到A11案 都是基本行政的工作維持費用 那一裡面有動的部分 也有山的部分 那剛才那個國防部員做了說明 我們可以請那個提案的委員 要不要稍微補充一下 A3到A11 對 都是同一 第二還沒處理 第二還沒處理 對不起 A2還沒處理 國防部的建議是建議沒以刪除 然後改成書面報告 區眾委員 A2 A2 A3已經過了 A2 我們先處理A2案 徐維 如果照剛才長官的說明 如果他嚴厲的預算 真的 不服 那個有心增加的 那些人員的 那個獎金的話 我不堅持 好 謝謝 那還是提書面報告 我們要是哪一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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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提書面報告給 徐維 對 因為他說有增加 什麼人員 那個怎樣 好 那就過了 好吧 那就 書面報告就好了 好 沒關係 好 接下來我們是A3案到A11案 A3到A11 因為是同一個科目 都是一般行政裡面的基本工作維持費用 那剛才國防部已經做了說明 請提款委員要不要進一步再詢問 那個李委員 主席 我提到這個業務費的問題 我們應該一個一個來 因為他業務費裡面的科目 用的都不一樣 你看譬如說A5的話 我是特別費 A6的話 是資訊 資訊軟體費 每一個都不一樣 一個一個來講 一個一個來說 好不好 那裡面內容不一樣 不能一起刪啊 對 我知道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同一個幕 他是因為都同意我三個 同意我就沒有意見了 因為他可以 同意嗎 同意就不用一個個來 如果有不同意 我們就讓他一個個來 因為業務費你們的項目不同啊 對不對 他們剛剛有一個說明了嘛 好 那又同一個幕裡面 然後如果說他有意見 看是要 針對那個項目去處理 還是要同意來做刪除 我提問一下啦 我這應該是比較細可以說明的 呃 我這是A10案 A10案當中喔 其實 你們的那個設施 機械設備 這應該就是各營區的 那些禮賓勤務啦 警衛安全 監視消防 這些等等的 齁 4年 對不對 4年 105年是 5761萬1千元 106年是 6193萬5千元 這中間差異是 432萬嘛 齁 但是 呃 其實你們 欸 部長也要求 那業務簡化嘛 對不對 齁 那這中間其實 也增加了不少喔 增加了400多萬 其實 呃 以5千多萬的規模 增加 400多萬 超過5%以上 齁 所以這部分 你們 可不可以具體的說明 然後 然後雜像設備費 雜像設備費 雜像設備費 這個其實 跟 呃 你的那個機械設備 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重疊啊 因為裡面也是 就是可能也包括了一些警衛啦 可能也包括了一些警衛啦 吟善啦 李賓啦 這個105年變506萬 然後106年就暴增到732萬 這個暴增的比例更高 齁 所以506增加了266等於增加50%喔 增加50%的警費 這是我覺得 異常增加的部分 因為你是一般行政嘛 對不對 國內旅費 當然還好啦 增加27這還好 但是 有一個增加了將近50% 另外一個增加5%以上 這兩個部分你們應該說明一下 好 那請國安部就一味一打好不好 這樣會比較 好 謝謝委員主導 首先跟委員解釋一下 一個設備的維護 是一個是維修的關係 雜像設備是購買 那為什麼我們會增加呢 那個設備維護上方 為什麼增加432萬 因為我們那個消防的保固期 剛好年級到期了 所以我們106年編了這個 那個維護費200萬4千元 還有我們那個橫子鎖 就是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我們國家政軍指揮中心的 和聲化的設備 也是要做一個這個 借期的這個保養 也要增加232萬以為護 那雜像設備的呢 是因為要買我們那個 示範樂隊有些樂器 叫泰幻了 以音響設備要120萬 那我們有些資訊設備也要泰幻 要56萬 還有我們那個餐廳的 有些催距設備 也要50萬6千元 所以總共加起來是432萬元 這是第一點 另外有跟國內旅費的關係 國內旅費我們 因為貫測我們部長這個 我們減少會議 那是可是我們因為 我們未來要蓋這個 國家軍事博物館 所以我們可能要去 各點的博物館去參加 所以多編了27萬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你的建議是什麼 我建議是這個不要刪減 不要刪不可能啦 這個中間一定都有一些 你們比較高估的部分 雖然說有一些設備你借領泰幻 但是是不是有很實質的去編列 這邊我覺得還是一點保留 所以可以不要減列那麼多 但是還是要減列 因為這中間有增加的 報告委員像可不可以減列100萬 給我們這個 在處理上空間上來講 製行做調整 減列100萬 請委員 總共減列100 4億多減列100 報告委員因為他實際上 我基本 報告委員 基本的工作行政 這些都不需要執行的 真的 因為他已經編了最精實的這個錢 所以100萬對他來講還是 這個 我們還是要科子母 還要做點調整 否則他沒辦法去運作 減列200 減列200 同意 等一下 謝謝謝謝委員 現在是第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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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 等一下我先確定一下 A10案 A10案先減列200 減列200 OK 我的前面的5到9到9 對對對 所以我現在一個個來 因為回過頭去 我們先從A 回到A3好不好 A3的部分 然後我們一問一答 這樣會比較清楚 A3那個提案委員 馬委員 請 馬委員 說明 這個部分看起來 就是說 他的達成率 我們顯見是認為是不足 因為目前 大家從數字上面一直去美化 可是事實上可能還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還是要做一些檢討 尤其 這一次 你們說我們的達成率 就是說我們的募兵還不錯 不過這一次在徵集82年次的替代義男 轉為常備義 這種朝令夕改的那個引起了很大的反彈 跟不必要的紛爭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有改善 而且要有做法 所以這個部分 我提議要簡列 那個國防部說明一下 各位委員好 我是資源市市長陳正琦 那麼針對這個資源役人力 這個 所謂造成什麼 兵役人員的這個生涯規劃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誤解 而事實上 我們依照101年1月2號的這個法令的規定 就是 82年至以前他服常備役 83年以後服四個月的軍事宣令役 那麼以目前資源役士兵 以今年我剛剛早上拿到的數據 我們今年15000元的招募目標 已經達成了 我們昨天就能達到15200多人 我想兵的問題沒有這個問題 那麼委員關切是說 我們明年續徵9600人 那是基於國防安全的需要 做一個比較保險的一個設計 根據這個需求的提供 距離跟這個今年105年的23100人 已經有非常巨幅的一個下降 建議請委員針對這個獎金費的部分 建議 事實上你們當初讓大家的認知 其實是82年 二年次的替代役男 他就可以轉常備役 所以普遍有這樣子的一個認知 所以 對 他轉替代役 所以大家其實已經有這樣的認知 可是你在 突然做這樣的轉變的時候 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困擾 所以這一方面 你們如果沒有自己提出做法 你說這個全部讓他過獎金都可以過 我覺得對社會完全沒有辦法交代 其實 其實沐冰市的這一塊 自己提啦快一點 是是 沐冰市這一塊其實跟這個獎金是沒有 直接關聯 你是認為做得很好才有獎金吧 我們 你們自己點啦 這個部分我認為你們做得不夠好 你們自己提 我們這樣建議啦 是不是可以 因為他獎金的部分很重要 是不是可以簡列50萬 然後柯子木 柯子木我們來調整 簡列100萬好了 好 那個柯子木自行調整 是 好 謝委員 謝委員 好 那A3就是簡列100萬 然後柯子木自行調整 好吧 好 那A4案 那個馬委員要不要再說明一下 你提的凍結案 這個部分我是針對說 因為之前P3C國安會已經有重新評估 而且相信國安會會做出這樣的宣誓 是做過一些評估討論 而且大概也針對我們整個整體的一些作戰需求 各方面的配置等等 其實是有做過討論的 可是部長可以個人的意見 然後馬上說 而且是我認為是太草率了 你說在任內絕對不會把這個P3C移出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本位主義太重 因為軍人其實以服務為本物 然後我們的P3C當然它有兩型 一個是海洋徵詢的 然後可是我們的是有反潛跟布雷 一般其他國家全部都是放在海軍 只有我們有時候放空軍 有時候要放回海軍 有時候要放空軍 這當然海軍老實說可能也不是那麼喜歡 可是我們現在針對的是我們的發言 今天國安會跟國防部 尤其部長 其實你們的發言不一致 這個造成也是造成這樣的問題 所以有什麼要說明的嗎 謝謝委員啊 這個移到這個空軍去最主要的考量 在上任政府的考量裡面 就是飛行員的一個是升遷問題 一個是整理後勤的建立的問題 因為空軍對這個定義機的後勤能量很大 建立的很好 如果海軍另外建立一個大政大的後勤量 要花很多的錢 而且很多人力實際上來不及 那現在已經移過到空軍這邊 執行得很好 到現在執行得很好 但是還沒有執行完畢 現在才12架 交了10架回來 那你現在交回來執行得很好 又要再交回去 不穩定 所以我們的考量並沒有什麼上面的單位 給我們任何指示要去演習 沒有 只是我們的考量必須 要等12架整體回來 完成最後的這個接收 國安會當初做出這樣的提議的時候 有沒有跟 那個馬委員 那個請問第五位 我講一下 這個我以前在這個單位服務過了 第一個 這個反請機的單位 跟馬委員 我覺得第一個我們監督預算都應該了 但是有些東西他可能有些 基本上說我這邊不做政策的辯論 因為回到空軍好像是之前的決定 那個是前政府的決定 那決定都決定了 並不是現在做的決定 那國安會從來也沒討論過這個隸屬的問題 所以 這個馬委員這個案子 如果真的有這種事情 國安會跟國防部意見不一樣 那就不只是刪這個問題 這問題就很大了 那這個問題既然不存在 是不是 建議說既然這個東西不存在 而且是從馬政府開始就把它撥到空軍到現在 是不是這個預算我們就 這個案子我們是不是就不要 不要凍結了 就不用討論直接到下一個案子 因為他關心這個事情是大事情是對的 我剛剛有提到 這一個部分因為P3P3的這個是兩型 其實之前為什麼有時候到空軍 最早是要到海軍的嘛 他不是本來在空軍 是因為我們的功能有反潛跟布雷 他不是只有徵詢 所以剛開始是要放海軍 可是後來不管是哪一個政府 後來他把它放空軍 你現在又放回海軍 國安會其實是有建議 他當然是提議而已 他不是做出整個決策 可是部長都沒有做出評量跟報 因為你如果說馬政府這樣不見得 你一定是這樣 可是因為部長是空軍出身的 我想這個照顧飛行員他的升遷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考量 我們也我們也同意 可是你的作戰需求 還有其他的考量其實是更重要的 今天是因為這一型的 他一般的其他的國家 通通不在海軍沒有人在空軍 我知道其實海軍現在也不想要 就是你的後行為子 跟其他的能量其實是有問題的 可是今天我們針對了是部長的發言 你今天國安會有做出這樣的提議 是經過政策討論 我相信這個在裡面做過討論 因為這個有訊息出來 所以也不用否認 雖然還不是正式的決策 不過你不可以草率的 就個人的發言 然後把這一個重要的政策 然後你就決定在你的任內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有一些處置 這是我們針對這一個事情的看法 我請次長去說明一下 而且這個我們有疏失 本來我是要動部長的 是報告委員這樣好不好 那個委員剛才所做的這個提案 我建議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們凍結一千萬 然後我們來書面跟委員做報告 好啦 因為剛才那個國安部已經說明了 就是說這個案子事實上 所謂的國安會那個東西 並不是事實 不是事實嘛 但是為了詳細讓我們了解的話 我建議就是說 他們提一個書面報告 不是事實是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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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媒體報導而已嘛 國安部從來沒有說過國安會的指示 不是你們說的 是國安會有提議嘛 今天他們是用一些政策的討論嘛 馬委員 這個國安會的部分我們這邊知道啊 那他不是尊重國安部的專業比如說啊 因為很多其實媒體 很多委員的發言也是從媒體來的 今天我們也是針對這樣 所以如果他媒體不是事實 部長可以做充分的說明 今天我提出來主要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這個 他不是在委員會說明 部長在說 我剛剛講的是說這一行 其實他全部都是放在海軍 我們現在要的是 部長要發言之前 你必須做整體的考量以後 你做新的部長 你有新的做 或者要延續 你都應該評估考量 你才做這樣的決策 那我認同 可是你不可以草率的發言 那個主席 我第二次發言 我覺得馬委員提這個案子出來討論是好事情 因為 反潛基從S2T這樣子 他的撥來撥去 這是一個好議題 但是我們的預算的三檢要 建立在一個脈絡裡面 真實的脈絡 我們P3C反潛基從海軍撥回空軍 是高華駐部長時候決策的 高華部部長 那不知道是前幾任的 那個算不完了 高華部長決策 而且那時候開始移撥了 不是現在才移撥 所以如果用這個理由 來砍這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或者要檢討部長 部長可以檢討很多事情 但這個事情 這個清朝的官跟明朝的官不太一樣 有點對不上來 第二個 這個P3C放在什麼軍種比較適當 我們尊重 不管哪一任的政府 尊重高部長 一直到 那個高華駐部長 甚至到後面還經過海軍的部長 高網席部長 他們的決策 我都相信是基於專業 基於國家利益 不會是基於軍種個別的利益 所以我本期是建議說 這個案我覺得國防部應該把它列入一個討論 就是將來這個移撥的部分 要尊重委員會 要尊重個別委員 那因為國安會那個東西完全沒訊息 我都不知道怎麼談 就這個案子把它當作一個討論 當作一個議題 那是不是用這個題目 用高華駐時代的事情 來刪減凍結現在這個國安會預算 我本期是覺得不太適當了 是不是這個 王委員等一下我補充一下 第一他這個政策 目前是由高華駐時代做的決策 跟我們現在審議106年度的預算 完全沒有關係 我剛剛提到 因為部長有跟對這個部分做發言 而且是在南部吧 你今天如果做過充分的討論 你認為應該放海軍或空軍 這他都可以整體評估 可是因為一般的國家 我們就說最早 其實這一型的本來回來 本來就要放海軍 他一下子又移空軍 一下子又說要移海軍 那部長他如果充分溝通以後 做出最好的評估 那我們沒有意見 這個跟過去誰執政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是針對的是106年的預算 好 你們自己說 這樣都沒有問題嗎 好 那個馬尹這樣好不好 國安部建議就是他們是建議就是說 洞一千萬 然後改書面報告來向委員說說明 表示國安部的正式的立場好不好 這樣可以啦 好 馬尹 好就這樣好不好 洞一千萬然後由國安部提出書面報告之後 那同意之後動資好不好 那A5案 那個請同樣 呃 李委員這邊 我的 喂 呃 我的案子吼 是A5到A9 這個是業務費 那剛剛的話 呃 國防部這邊沒有一一的說明啦 如果沒有一的說明是同意是嗎 同意我所刪檢的部分 我就沒有一個一個來 好 那個國防部先說明一下A5到A9 一次一次說明 好吧 我先跟委員報告吼 A5案 這個案子是這個 委員是準備要刪檢168萬一千萬 這個案子是國防部政府首長 包含部長 副部長 常務次長的特別費 是因照行政院標準核實編列 比如婚商喜慶紅白鐵 慰問等支出 如果遭到刪檢對外公共事務關係推產 好 那我們就一個個來 我想你既然對業務費有意見 我就一個個來 先從A5這個特別費 我為什麼要刪檢 因為從熊山到棚房部 我發現我們的馮部長非常忙啦 非常忙 而且常常在我們的質詢上 發言上都失言 所以這個焦點上 我們認為對部長啊 對我們業務啊 國防業務啊實在是非常不了解 所以不要這麼忙 多多去了解一些國防事務 所以減少一些招待啊 或者是你到出去 什麼匯政的什麼時間 這個不要浪費這些時間啊 在我們國防部多了解業務 所以這個才要刪檢啦 報告委員我們可不可以懇強 因為這是這個一個 婚商喜慶國防部部長可以不用去 是不是 問問官方那當然是要 那但是你可以減少 你可以減少嘛 這些費用要減少 你看看減少多少了 這樣部長多了解業務很好啊 這個我們到A5到A9 我們到時候 一個一個來 A5 那我們可不可以改起這個 先凍結我們用書面報告再給委員 這個報告不用再書面報告了 那直接就 報委員 3-500好了 報委員 報委員 168 他這樣子 他只有160 報委員 你們大家都有意見 我沒有聽到部長有意見啊 報委員 部長好像沒有意見了 不不不 報委員 那這個是不是屬於部長的費用 是不是部長的特別費 那是部長你說話嘛 不是報委員 我來講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特別費 我們都是按照 行政院首長支列條例來那個編列 支列條例有可知可不可知嘛 這個決定支不支是不是部長決定 那這個前世部長前 部長都沒講話 你們這麼多意見 部長可以不花啊 你不知道國防不了解一次誤啊 這個我首先要講啊 部長有很多出去外面講的話 我們都經過部內的討論 我個人上任以後 我不記得我有奎針給什麼東西 給任何人 我沒時間做這些事情 也沒有做這些交際應酬 但是我到部隊去 卻勤於跑部隊 像上個禮拜 我一共跑了三個地方 包括看長青的演習 包括到嘉義基地去看 看他的救護直升機等等 我想這些我必要的 給他們鼓勵的獎金 請委員不要刪減 謝謝 這個特別費就只有是去慰勞官兵的獎金 或是今天嗎 是只有這樣子而已嗎 剛才部長講主要是這個嘛 這個 我想大部分是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已經把自己個人的 這些婚商喜新都減免 部長你可能不清楚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部長的這個特別費 一個月這個 多半是以這個慰問啊 還有這個紅白帖 這樣的紅白喜帖 這樣子的 我這樣講 部長參加婚商喜新 他不會參加個人的 都是代表國安部去慰勞 好比說我們有官兵 有這個生病枉生的 或他在極難救助 部長都是拿這些錢 去慰勞部隊 還慰勞我們這些 辛苦的這個跑者們 我想這些錢他絕對不會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行政院自己條例 他已經用最低的編列來給 部長去代表國安部 甚至代表政府去慰勞這些官兵的時候 我想這些錢是必要的措施 也懇求委員 在這方面能夠諒解 用尊決的方式 我一定要刪 要刪多少 那個 你們自己去調整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啊 十五萬 好那我就不堅持這 好啦那就十分十五萬好不好 就 不然就省著點吧 好好 就十五萬這個特別費的部分 好 就是第一A5 好 A6的部分 A6 A6請說明 採購式 採購式請說明一下 報委員 喂喂 報委員 報委員 A6的部分 是整個國安部的資訊軟硬體的設備 的費用 那這個除了委員提到的這個 國軍採購資訊系統之外啊 事實上還有戰爭資源中心 然後我們國軍的全球資訊網的網頁的維護 還有相關設備的軟體硬體的提升等等 所以才是一千三百五十八萬餘元 那其中採購資訊系統的部分啊 我已經有提到 事實上原來應該在軍備局 那是沒有錯的 但是軍備局在106年啊 把這個圍管的這個 這個作業啊 就移回來我國防採購式來自行圍管了 所以原來軍備局我們在他那邊圍管的時候是 在軍備有編了474萬 那我們自行圍管我們自己已經簡列變成400萬左右 所以說這個懇請委員這個支持 所以你也知道說這個 這個資訊這個電腦軟體的設備費 本來就應該要編到軍備局的 非我們本部的你還要編到本部啊 因為我們國防採購式在102年編成以後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是 我們國軍的採購作業系統 採購作業系統就本來就應該是軍備局的 所以不應該編到這邊啊 現在由國防採購式來圍管 因為業務移撥的關係嗎 已經移撥了 好吧 不是你這樣子的話 移撥過來你這邊又有這些採購的費用 還是有啊 你本部還是有啊 軍備局的部分已經拿掉了嘛 軍備局的部分拿掉了 拿掉了474萬了 然後採購是這邊編了400萬 好啦謝謝劉委 你就沒有重複嗎 沒有沒有 那待會我們省到那邊的話 你就不要重複囉 確定沒有吧 確定沒有吧 謝謝劉委員看到我氣齁 不要重複 因為這個業務的確是 對你們是新增的啦 他們再注意啊 是是 好那這個案子先測案好不好 謝謝 沒以刪除 先啦 等一下到軍備局再來處理 那A6的部分 A7的部分 跟委員報告 委員是這個主張是刪減這個200萬 那我們先報告不可以刪減的原因 因為我們在去年 在今年105年 我們已經刪減了這個1980萬了 那這個業務費呢 一般事務費最主要是用來我們環境清潔啊 還有這個勞工安的檢查 還有機電消防設備的定期檢查 還有辦理這個軍史特展 還有一些三軍越獄隊年度的訓練失支費用 還有演出的雜項 編列重點 那希望委員那個可以支持 我們建議這個 如果要刪的話可以簡列100萬 所以你就知道 要簡列 那你當初為什麼這樣子編 你主動在說要簡列 你這些人力 你就本身在環境清潔上 你就有那個人力了 你這部分的一般費 包括你的員工自強活動 文康慶生 運動會 有沒有編到這邊 有有有有 這個是應該編到這邊的嗎 你是應該各部會去編的 怎麼會在你這邊編 你各部編的錢嘛 這這個人 這是我是部本部 這是本部 部本部業務業 只有部本部 可是我們國家的財政已經不好了 國家財政不好 你還要編這些錢嗎 你不是在終結一下 報委員啊 因為我們國防部裡面的環境維護啊 歌草啊這些 這個 這些 你們都在講環境 可是我剛剛列的 你們也是編進去啦 文藝慶生都在編啊 康樂活動都在編 自強活動也在編 你一直跟我解釋環境 環境就不用這麼多啊 你環境本來就有這個人力 在做了 本來就有人力在做 所以不應該 環境清潔不就有這個人事人力嗎 最主要是在 那這個外包就不應該畫到這邊囉 就不應該畫到這裡了 所以你們強調就是環境清潔 那我剛剛說的 慶生自小活動文康 你們還是有編進去啊 我們把它簡列掉 你要簡列 簡列一百萬 不行 你自己要簡列一百 對啦 就簡列一百好不好 好 好 你得出兩百嘛 那我們就簡列一百 讓國務局檢討 好 那科目指定調整好不好 那個A7 就是我們簡列一百萬 然後科目指定調整 A8 請國安部說明 A8 政鋒 政鋒 政鋒是主任 政鋒是主任 政鋒是主任指定報告 這個案子是有關那個 國際透明組織每一兩年 會針對全球一百多個國家 實施國防連結指示的評鑑 那過去我們是類為B級 所謂低度的貪圖 奉獻國家 那我們希望往上提升 麥克風那個 換一下電池好不好 意思 提升國家跟 大聲一點好不好 國防部的那個排名 所以我們希望委員能夠支持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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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主任指定報告 有关A8一般行政委办会的部分 这个案子是因为国际脱贫组织 每两年会针对全球100多个国家 实施国防连接指数的评鉴 那过去我们是类为B级 所谓低度风险的贪图国家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 能够国家的排名能够向前提升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案子 能够请委员能够支持 不要以删减 谢谢 我会提这个 就是这个委外 常常在委外 我们所有国防体系里面 真的很多的人才 我们自己不去研究 这个预算我前面看了这个两三年 你们每一次都编50万 做什么研究计划 会固定的数字在做研究计划 所以你们做什么研究 你们这个要讲清楚 是不是 我看是你们在消费预算 不然你们每年的固定编 那委外这个计划的有大有小的 是不是你们研究 应该都不一样的计划研究 那个王定委 本期对预算的三年冻结 我意见不到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主张 不过这个坑木我觉得重要在哪里 因为这个是国际透明组织 他对全球各个国家的做评鉴 所以为什么固定50万 因为这个钱是做评鉴用的啦 那参加这个评鉴是 历任政府 让外部监督政府效能 特别国防部这一块 我觉得这是重要事情 所以是不是跟马委员沟通一下 其实这笔是标算 因为这笔钱不是花在他们身上 是找人来评鉴他们啦 所以这50万 让我们国防部在连任上可以提升 这是应该的 而且是国际 这是我国际排名的 谢谢王委员 我是李委员啦 抱歉 我是注意到这个预算啦 我认为这个 我们委外关系着我们国防整个整体 国际上 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效能是很好 所以我奇怪 我说你有时候可以变100 200 计划会不一样嘛 你固定编50 是好像在消费预算啦 所以我不会是坚持啦 所以我在里面要加强 计划更报告清楚 可以支持的 钱多一点我们也会支持 固定50万就很奇怪了啦 那这个案子我们就免疫删减好不好 谢谢 任务记录 然后A8案 A9案请说明 A9 委员好 A9是最主要 我们A9案我们这个 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删减了414万1千元 那A9案最主要的它的这个物品费呢 最主要它是我们这个礼宾 国家礼宾 我们这个制装费 一个人就将近要六千多块 你看我们六百多个人 然后每年要参加很多庆典 我知道 那希望这个委员希望 那委员的诉求是希望说 我们因为已经有电子书了嘛 那可是我们有些军事书局啊 我们还是要出刊 让养成这个官兵啊 这个有这个 看这个提升这个科技的薪资 以及这个军事的这个概念啊 还是鼓励官兵 所以我们还有编这个钱 那希望委员这个能够这个 不要做删减 您都知道 现在我们都是电子公文啊 很多都是电子的那个图书 都是用电子的 所以电子的话 这我们这资本这些费用 真的为了环境着想 我们这应该减少的 像这个案子啊 黄伟哲每年都提啦 他每年都提 所以你们应该着山去减审 减审 但我们的环境上 也不要这么多资本的东西 因为我可以建议啊 就卓山50万 让国王不知道他们预算减少了 所以要达到五指化目标 这样可以吗 谢谢委员 那就卓山50万 科目自己已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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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50万 第十案已经解释过了 A十案 刚刚解释过了 A10减200 刚才讲过了 A11 A11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 30万而已 都没问题 那个不应该有问题 好 徐文谢谢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实力实力实力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好 那个这样吧 A3到A11这一幕的部分 除了该部长的特别费 那个15万 就是A5案 一定要删在这个科目之外 其他就照删减数目 然后科目自行调整 这样吧 OK 那就通过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个案子 是A12到15案 同一个幕 那也请个别说明 那我们还是请第A12开始 A12 医生人先念一下 第二幕A12到A29 A12到A15 并案 A12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 国防部为中科院督导机关 国防部长出任中科院 总事长 孔有未尽督导资责 源于国防部第二幕 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 编列 1亿8736万8千元 简列800万元 第二任马文均 江启臣 林长佐 A13 公和汇报为 平坚督导国防工业厂商 任势制制委义单位 国防部 却将此一核心业务 委外交由特地民间社团办理 原提案简列 3千万元 冻结五分之一 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知 提案人马文均 吕玉林 徐志荣 A14 对杜绝 酒驾决心 现役军人酒驾 违规或造势 显见国防部 都岛机关 防范于未然 源于国防政策规划与都岛 简列 一亿五千万元 提案人马文均 将其成名长佐 A15 A15于国防政策规划与都岛 冻结五分之一 经报告同意后使得动知 A16到A18并案 国防部 国防政策规划与都岛中 战略规划与国防评估 其中一般事务费为 举办大量会议等 为国防部推动业务简化 减少会议数量 业务有效推行 原简列三百万元 冻结五百万元 书面报告后使得动知 提案人将其成马文均 徐志荣A17 与战略规划与国防评估 向下一般事务费 原列一千一百一十五万三千元 冻结四分之一 提出报告 并经统一后使得动知 提案人徐志荣 将其成马文均 A18案 与战略规划及国防评估 向下委办费 冻结六十万元 案由 细办理中日 韩外交与军事政策发展 及台湾之应应作为 该委办案名称 以阳气中华民国国号 未避免国军对国家名称定位混淆 原冻结六十万元 报告后使得动知 提案人徐志荣 马文均将其成 A19到27病案 A19国防部国防政策规划 督导国防资源管理 年度预算 七千八百一十三万三千元 冻结两千万元 案由 国防部器今未向立法院提出 军事政策建军战备 及军备整备等报告书 原语冻结两千万元 提案人 罗志正 吕孙林 蔡时应 陈平非 A20 违办费下年度预算 两千三百八十四万元 简列一百八十四万元 按由国防资助产业为政府重大施政方向 卫健国防部进行检讨规划调整 原语简列一百八十四万元 提案人 刘舍芳 蔡时应 与孙林 A21 同样科目简列两千万元 冻结五百万元 专案报告后 捨得动之 理由 增列之项目集中于一般事务费 国内旅费 杂项设备费 为这些费用 预算执行难以检验 原简列两千万元 冻结五百万元 提案人将其程序 自用马文君 A22案 业务费 原列七千三百三十万 七千元 冻结二分之一 提出计划 并进同意后 使得动之 提案人 吕玉林 徐志荣 将其程 马文君 A23案 限于官兵参与 证照培训成果 年度目标值 仅设定 百分之六十九 原于 国防部 单位预算一般事务费 简列七百万元 提出专案报告后 使得动之 提案人 马文君 李玉林 徐志荣 A24案 于设施及机械设备 养护费 原列 一百八十万七千元 简列一百八十五万七千元 提案人 李玉林 徐志荣 将其程马文君 A25案 伪办费下动结五分之一 提出改善及各新方向 并进同意后使得动之 提案人李玉林 徐志荣 将其程马文君 A26案 国防资源管理 原列七千八百一万三千元 删减五百万元 提案人李玉林 徐志荣 将其程马文君 A27案 于业务费 向下动结 两千四百五十六万九千元 按由 依照一百零五年度 立法院审议中央政府 总预算所提决议 要求国防部将该委办费 业务收回自行办理 国防部未尊重立法院决议 原语冻结 提案人徐志荣 马文君 将启程 第20 A28 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 法务级督考 向下年度预算 四千一百一十一万四千元 英国防部迄今向外 向立法院提出 军事政策建军备战级 军备整备等报告 原语冻结一千万元 提案人 罗志荣 李孙林 蔡世英 陈廷飞 第A29案 与业务费 先值费下 原列一百零二万二千元 删减五十万元 提案人 李玉林 徐志荣 江启程 马文君 第二幕以上宣读 好 这都是第二幕的部分 因为同一幕 所以我们一边来处理 但是还是主案 来进行说明 先从第十二案开始 请官部先说明 赵伟 各位委员 大家好 资源市市长 陈廷其报告 那么针对这个A12到A29案 已经同属一个 这个科子部的预算 实际上他有不同的 委员有不同的指导意见 我们分开来跟委员 做报告 首先要报告就是 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 他编了一亿八千七百多万 但他区分为三个大项目 第一个是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 只有六千多万 第二个是国防资源管理 七千八百一十万 那第三个是法务局督考 编列了四千一百一十一万 那么这三个大部分 形成我们国防政策规划与督考的一个主轴 这里面涉及的单位 包含战归师 整平师 全民防卫动员师 法律事务师 资源师 总督察长师 这么多的单位 对于年度 总共有二三十项的重要工作 包含从募兵 一直到国防科技 一直到全民防卫动员 栽访演练 整合评估 战略评估 还有出席国内外所谓军事交流 政军交流的这些预算 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它的删减 或者是这个 对这个工作的推动 是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边先做一个前提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针对第十二案 A十二案 那个马委员所提出来这个部分 做一个说明 那么中科院的部分 有关公共关系费 支出没有 没有这个 跟业务 注意关联性这个部分 我想中科院已经做了 很深入的一个检讨 那么将来 对于公共关系费支用的部分 他们会做一个 管制 但是这一笔预算 这个确实 对于我们 跟我们国防政策 规划与督导 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而且它的这个钱 它的公安费 也不是在这个预算项目去支应的 所以建议 这一款 建议马委员 这个部分 是不是免于 免于这个 三检 那么 A十三案 是公和汇报 那么核心业务委外 一幕一幕好不好 那么核心专业务 那个核心专业务 因为我们大概也好几次都针对这个做提醒 不一直没有改善 那当然中科院自己是把这个公共关系费 未来可能像这些 义务质咨询委员顾问等 他都没有 不能实用了 不过我想在其他的部分 还是会给 因为如果是义务性的 照理说 不容易想象 那没关系 我们希望说 在你至少编列的预算上面 因为那个预算 虽然不是用到这一部分 可是因为部长 是董事长 然后我们副部长 还有我们副参谋总长 其实都担任董事 照理说 在整个运作的过程上面 必须做确切的督导 那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 适当的提醒 因为过去已经好几年 虽然不是在这里 可是我们希望你自己提出来 可以看简列 或者冻结一部分 希望这个部分 在对于中科院的督导 可以做得更彻底 谢谢玛丽 因为国防部说明 你们已经改进了 这个做法已经改进了 中科院的改进 现在我说的是我们督导的部分 因为这个我不是省中科院的 跟委员再做一个补充报告 那么第一个是 因为在这个预算科目里面 有很多的案 刚才报到29案 那后面还有一班科学研究 跟那个所谓科技专案 所以我想针对这个科子幕部分 因为有很多部分 有不同的这个状况 那我觉得 我是建议说这个部分 冻结 是不是建议我们暂时 不要冻结 好 我们等到后面的案 比方说有一些案 委员给我们提出来 这个质疑的部分 我们再适度的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意见 所以您是说我提的三个案子是一并这样子吗 还是 你是要12到15一次处理吗 还是 建议免疫冻结 12案的 那就一个一个讨论好了 那一个一个讨论 那这个简列好了 是是 这个是 马文是减一八百万 你们态度呢 我们因为这个东西 刚才我报告 如果说这个预算 其实三大块加起来 并不是有那么多钱 所以我建议 在三减的额度上 应该要特意加以考虑 建议 先动一百万 动一百万 动一百万 然后我们书面报告给委员 书面报告以后再跟委员做 监督报告 马文可以吗 就是动一百万 然后提书面报告 就这个部分 对 12 好 谢谢 那第12案就是动一百万 然后提书面报告 A13案是有关公合汇报核心委外业务 交由特定民间团体报领 这个部分我做一个说明 事实上在104年 我们在所谓公合汇报主要任务 是针对我们国内的 这个所谓军品有关的厂商 他怎么样支持国防自主 他所做的一个 所谓军品誓言制的这样一个参与 那么这个部分 现在在这个 现在公合汇报已经改成产核汇报 那么他的机制 从原来的所谓由这个 他单独运作 到现在104年 我们把它拉回到国防部 跟这个经济部共同监督的体制之下 我们来运作 那么事实上这个公合汇报 我跟委员报告 那么他从104年开始以后 他开始重整 我们整个包含设置条例的修正 让设置条例修正 是希望把这一个所谓军品誓言制的流程 能够变得更精简 不必让厂商有太多的负担 但是我们提高我们所谓军品誓言制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检验 另外一个 这个产核汇报在今年 我们获得了ISO 9001的认证 那么未来我们要从事很多所谓 这个体制内监督跟推动的工作 我想公合汇报它的功能 已经发挥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经济部也非常的肯定 所以在这个提案 S3的提案里面 那么建议委员不要删结 也不要冻结 谢谢 刚刚说我们名称改成产核会了 你的预算书还是写公合汇报 但是就是说那个名称是 可是为什么你预算出来是写公合汇报 会不会是便宜行事吗 对啊你照理说你已经改了 我们书表之前就编了 不是在这个时候 之前编了还是要改啊 你现在的说明是说产核会了嘛 是是是我们看物 因为之前我记得我们去年也有冻结 对不对 去年是104年12月有一个决议 有一个决议 不甩 因为你在1月4号还是公告 2月23号还是绝标 至少你那个决议 我们是希望你可以做出说明 因为公合汇你说经济部很认同 经济部我们听到的讯息并不是这样 所以有一段时间 他们根本不愿意一起配合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希望它减少弊端 你如果要用公合汇 未来包括中科院 其实它都法人化以后 它是没有办法 它不用采购法 那你认识制这个也类似这样 之前我们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弊端产生 目前我们看不到它可以怎么样的预防 而且你们没有去重视决议的内容 你们还自行 就是还是一样啊 公告招标 所以我们的决议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只好当结局算 当初你们说要提出说明 然后也说要检讨报告通通没有 104年12月做这个决议 跟委员报告 那么事实上我们在105年的1月21号 就已经把书面报告送到大院 那这个都有记录可查 那么这个书面报告的内容 完全是针对委员对于质疑的部分 比方说我们为什么由军职 以退的军政员去担任这个所谓 事务小组的成员 那么事实上目前我们在编组的 这个产核汇报的这六个人里面 有一个博士四个硕士一个大学的相关科技的同仁 所以他们在对于服务我们军事产业 市制品军事产品市制的这些厂家 有非常高度的热忱跟成效 这点我们都可以提出相关的数据 所以说我们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去藐视 没关系啦今天先冻结一部分你们把金额讲出来 然后你们把成果如果你认为够好 因为有很多新的委员 我相信他们也可以来监督这个部分 我们再提一个书面报告 那冻结书自己提好了 那关部提一下冻结书 跟委员报告 市长 我们提书面报告 建议是不是可以冻结一百万 让我们才有书面报告 那就五分之一好了 如果说是全案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严重 那你就不要动那个开 你讲那个一百万两百万 那个就是王伟先 我来询问一下 市长有在提到说 那个未来是国防部跟经济部一起要主导 那经济部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产核汇报 现在是 我们共同运作很多年了 但是你对外要公开招标的时候 这个公开招标你是招国内标还是国家标 国内标 就是有这个能力做所谓这个公和汇报 我想 对我想那个马委员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要越透明了 当然有些机密的部分是 越透明越好 然后不要有产生弊端 然后也不要关关相互 因为有一些原来是我们退职的军职的人员过去的 那这样子的部分的话就表示说 那个司长这边他们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正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冻结五分之一确实是太高了 确实是太高 所以所有委员会认同 我看这样子 以前外设的啦 这个马委员关心这个也是有道理 那我反正确定了 为什么不定了 我提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13案跟14案 当同一个委员提案 你知道五分之一完了之后 就剩下一个就四千六百万 还要减列一亿五千万 大概我们还要去外面挖钱回来 就是说他加钱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百了 13案跟14案两个金额加钱已经超过一百% 那这个在预算处理上其实这个是 我相信是计算上的错误 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把这个案子我们给他冻结一千万 然后署面报告后 可以冻结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不小了 好 你那个病案包括14案啦 因为其实酒驾 包括酒驾 因为酒驾上面 因为一直在发生 而且我们频率算是比其他的还要高 好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出检讨报告 因为这是你们督导的问题 好 那就13、14并案 然后动一千 然后提出出面报告 可以吗 可以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断强调 希望能够同一个幕去处理的原因 因为 这边动多少动多少 加在一起可能超过了一半以上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请各位委员拜托 就在动每一个 提案的时候 然后注意到那个整个幕 可能涉及到总额预算的部分 好吧 那13、14我们就动一 15也是一样 15也是一样嘛 对 李委员 李委员 报告李委员 来 那个 好 那个李委员 我的部分我这样子 那个其他委员要尊重他们了 那我们是希望你提出面报告以后 已经同意 你就可以动吃 等一下那个13、14 那15李委员先说明一下 15先说明一下 委呃 委员 那国防部请说明 委员今天先 提案说明一下 15万 好 15万跟那个13、14是有雷同的地方 但是我强调的是 国防法第31条的第一项 我们希望国防部针对 我们的一些军事政策 跟建军的军备 呃 跟军备整 呃整备的一些报告 要做还是不要做 这些报告要做出来 你做出来的话我就同意 那个 因为这案跟我的19案也是一样 所以 事实上都在台提报告的部分 那国防部已经承论明年一月 几月大概可以做出报告 3月20号以前会 所以年底之前就会提出报告 所以那我们就先动一签嘛 一起对嘛 整个案动一签 那你能确定会做吗 3月 好 主席我的A27也差不多一样 A27好 好 那一起来我们整个看一下 所以15 19 A12 13 14 15 10 13 14 15 然后10 19 27 好像 20 还有21 21 因为你的第二幕 第二幕是不是我们先 那个主席 是不是我们就以第二幕 因为第二幕它的这个好像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对 就统一来 统一啦 对 1000 书面 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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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好吧 我可不可以建议就是把 主席你不能整幕 第二幕这么多 你不能整幕 相关联的 相关联的 把它拉出来就可以 不能整幕啦 你把它挑出来嘛 你还是不一样 因为我刚才报告就是说 这一个预算 它包含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一直到这个 二十九案 其实它都是包含在这三个 这个方案里面 所以说我们的报告 如果说委员关切 或是有指证的地方 我们把在我们书面报告 逐项的 依照您提案的内容的重点 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符合委员的要求 那这样好不好 我可以建议 我具体一下 因为十二案 刚才马尾委那个提案 已经确定冻结一百 这个没问题 好 提出报告 现在十三到二十 是不是我一个建议 好 因为刚刚既然是说 四六幕能够 如果是 我整幕安局委的分 那动两千 OK 动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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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马尾委这边 把你之前一百万也并进来了 这样整个两千万 二幕的部分 第二幕 对啊 所以整个冻结两千万 然后跟对个别提案所需要的报告 提出书面报告 日幕一样 对 主席我坚持十八案 虽然金额不多 十八案 那一千万里面要 六十万 韩委员提了六十万 对啊 好了 要在我在那边 六十加在两千里面 三组 因为徐委员有这样的坚持 所以我们里面就写说 他那一个部分 含他的多少 对 六十万 主席主要 那个我的金额是很小的 主要那个内容 中日韩的中是谁啊 包委员 我是整平师师长 这个 有关于这个 感谢委员的指证 有关于这个议题 这个 我们后续在委托的时候 会把它做一个更正 就是 中共 日韩外交 及军事政策 发展 及中华民国 之因应之道 我们委员指证 昨天 部长达军的时候 讲中华民国 讲的多大声 是 我们现在又不一样 委员指证的对 那个这个 有关这个冻结的部分 这个是不是可以恳请委员 因为还没有执行 等到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报告再 这个交给委员来做成 我都还在两千万里面 对对对 好不好 那原理上就是说 第十二案到二十九案 是 这个冻结两千万 其中还 不行不行啦 因为我不是全部冻结 我有的是简列的 他不是要 先说明一下好不好 有不一样的地方 先说明一下 好不好 简列的要抽出来 不是全部都冻结喔 简列的部分 2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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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案是马委员 那么 呂委员是24案 24案 这个设施及机械设备养父费 编列一百八十五万七千 这个委员质疑说 用途来说明 用途不清楚 所以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钱是包含在我们 业务费的那个总项里面 这一百八十万七千 其实是为了今年的 明年的航太展 航太展是每两年办理一次 这是我们国内外 所有的重要航太业的厂家 包含零组件 还有系统件的供应厂 都会共同去参展 这个对于我们现在 国防自主还有国际国造 会衍生一个非常重大的 所谓群域的效应 所以我建议啊 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都是在 非常务实地在编列这个预算 去做这件事情 尤其我们是在世贸来做 所以这个钱啊 是必须要编的 你说要办航太展 是 那你这里面的一个业务费 里面对设施的 机械设备的养护费 是 那你这些不是在各军种里面 调过来的吗 不是各军种 这是在我们部分部的预算 跟军种还没关 军种预算在后面 对 你保养的设备呢 那你说是保养的设备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钱不多 但是 他是为了航太展 或者其他这个业务 比方说 航太展像那个 大型的 那个飞行载具 他要进到里面去 他要用拖车来摘运 那么这些设备的维护 比方说 或者他要接上电脑 来显示他的效果 现场的效果 还有大萤幕这些 是从这边去支这个钱 所以这个预算 并不是 去年也就是按照这个额度来编的 前年 因为航太展是两年办一次 前年我们是 参照前年的预算 有个木兵成效不佳的问题 我跟委员报告 那刚才我有 我的幕僚给我一个数据 就是今年一万五千人的这个目标 已经昨天达成了 一万五千两 一万两 五千两百多人 这个基本上 这个部分已经达成目标 所以有关这个 阿兵哥制虐 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一些极少数的 这些军机上的一些问题 我想跟木兵成效的部分 比较没有什么观念 但是我们向来重视军机维护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积极的 自我要求 但是柯卿委员就说 针对这个所谓 这个简列五千万 五百万这个部分 请委员能够体谅 建议免于删减 这个我们每一次咨询 大家都会讲到 木兵到底怎么木的 但是你们一直都没有 自己设定好目标 你这个目标 要证明这种改来改去 一下一万一下一万八 那你就是 新年纪打票了 是不是 这个目标 我昨天在 在这个 巡达的时候有报告 我们事实上愿意进入 自愿意行 自愿意士兵这个行列 大概每一年 只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 这个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积极招募 就是希望能够在 木兵制实际计划的管控之下 我们能够在 希望在明年年底 能够把兵的部分完全招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目标 所以说这个部分 目标的高低跟 往年前一年度的这个 常数是有关系的 我们并没有随随便便去编 所以 你的兵还是不足啊 不 明年我们就到了 明年不安 所以才能过劳的情形 是 这个我觉得 现在那个 战规师跟总统大长是有解 就是说 比方说阿兵哥只要负责他的战绩训练 战训本务 其他的所谓业务阿兵哥都不办 所以我基本上来讲 这个状况会越来越 变得正常是这样 那就桌山一下 桌山五百 我建议委员 因为您提议就是三五百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承受 我建议委员就是说 因为募兵 其实我可以把相关的数据提供给委员看 我们真的 募兵募的 那数据我们看来都是你在调整的 每年都不一样 我先设定好了 我不敢调整 我被调整 省计部监察院会纠谈我 我不愿意让我的公务生涯 还有受到影响 您最支持国军了 对 尤其您在这个桃园地区 对国军的支持我们想 我就希望你们好好的做 而且募兵 让我们里面的各军者 是是是 不管是我们全军 或者是我们的陆军 都要有社务 最努力 包委员 尤其现在你的志愿意 跟那个 那个义务议这个 全差这个人数 医务议非常少 医务议上还是 还是有 所以您不能把一些工作 交给那个医务议来做 这个我们会管制 昨天我们也特别咨询过 是是是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要积极做 是 我接受委员完天的指导 好不好 谢谢委员 先卓山 还要卓山吗 对 先卓山 卓委员 我把这个案子是不是 刚才2000万的里面就 就就 纳在里面 那个是冻结 不是三检 其实是法委员 因为我们书面 报告里面会讲 你们木兵 居然怎么木 这两个那个Q版的 那个 那个娃娃就去到处 就站在那边而已 不是 不是 不够继续性 所以这个一定要让你们 积极性 我们所有的高阶长官 都进入到高中去烧木 今天已经做了三十几场了 真的 我跟你们报告 我们绝对 积极啦 木兵啦 您能在全木兵啦 好 兵没有问题 您放下 那我们要卓山五十好了 好不好 我是建议委员 去进挪好不好 就卓山五十了 那个 就这样子好了啦 包委员 五十 像我们那边 连官校的校友都跑去那个 我们所有都出动了 包委员我们这个经费 我跟你们报告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在去解决的情况 我们的官兵啦 都要自己有时候 下班的时候 跑到夜市去 去招募 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他这个菜 包委员我跟你们报告 我们很精实去编这个预算 那你们每一年增兵的人数 是 有固定成立的评估出来吗 每一年 对 每一年你要先喔 你不能你是流来流去 这数字上在动手脚 这样子 那你成效就很高啊 包委员 今年两万三千一 是 明年八千六 好 那你把所有的数据 这五年的数据 新给我 好不好 看你们增兵的一些计划给我 好 谢谢委员 好那我们再确认一次 就是A12-9 因为同一个 A20 A20 各位的部分 你们特别有提到 这样军备局扮演的工作是什么 那麦克风不一样 不是 产核是 产核汇报在我们室里面 对 那军备局是工业合作额度的运用 那是军购案的一个状况 当然 委员可能关切会连接到大帕那边去 在上次专报的时候 委员有很多指证 我们会把这个机制 最近那个部长 还有总长也指示 我们会把军备局 还有我们资源室的这个业务 还有整后的业务 会做一个检讨 不可能在 蝶床架务的情况之下去做 我们会在 年底 年底以前 我们会把这个基本架构会出来 对 会会我们会很重视 我们也不希望蝶床架务 好 病在两天 是 谢委员 就是说这几个案子里面 涉及到每个委员要求的相关的 专题的 说明 那在总的报告里面都要处理 是 包括酒驾啦 包括 这个国王报告啊等等 我们公和啊 一起我们都会处理 那我们第三幕的部分 那个其他委员还没意见 还有二十九案 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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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案说明一下 二十九案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熊山家属的赔偿 国培 这边 处理好了没有 报告委员 我是法律师 代市长林春梅 有关于熊山案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十月十三号 跟家属达成协议 那 達成协议 我们已经在十月五号达成协议 十月十三号 我们已经送到行政院 因为他的金额超过五百万 必须要由行政院核定 那十月十三号都送到行政院了 我们会根据去催行政院加快的动作 那只要行政院一核定 我们就会办理后续拨款的动作 那你们要积极了 好 直拖很久了 谢谢委员 因为这个已经拖很久了 所以积极一点 趕快处理 我们有在三个月之内完成 报告 好 对 所以郭培出来积极啊 是 有处理 好 培长部分已经达成协议了 好 那原商 我的还没有讲 那个A16案跟A21案 我一并讲一下 A16案 这个我想是一般事务费 一般事务费其实 都是用来举办大量的会议论坛 还有印刷布置 杂志 未免等等 那这些费用 你在明年要增列462万 去年编652 明年暴增到1,115耶 这个完全违反你们部长的指导原则 部长的指导原则 就是应该简化行政业务 简化这些会议资料 不是吗 你等我讲完 你先不用急的解释 好 那所以这一个部分呢 我要求简列300 冻结500啦 因为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 也跟你们自己所讲的 的那个政策方向是相违背 A21其实也是类似 A21是 这个增的更多啦 这个 比1000 应该说你明年比今年增加了2190万 非常大 你看你的那个 圆 圆 圆圆 明年列7800万 你就增 你增了2190万 這些 增列的项目都集中在物品 一般事务费增加最多 一般事务费增加了1273万 国内理费增加了142 那 砸向那个 那个是 还好70几万 但是一般事务费啊 增加1270几万 这是非常大的 增列喔 所以这个跟你们要推动 衣物减化 还有减少会议啊 这些等等 其实 并没有符合我们现在 国家财政拮据 应该要尊杰致出的 这个精神跟原则 所以这部分我要求 简列2000跟冻结500 这两案 那个请先国防部说明一下 16跟21 16案先 报告委员 我是 詹卫斯代理司长 徐朝明 呃 跟这个委员报告一下 您关切的 有关于这个16案啊 这个一般事务费的部分 看到就是说 比较去年增列的400多万 这主要的原因啊 是因为 刚好明年遭遇到 呃 四年一期的 这个QDR的要发布 以及 两年一次的国防报告书 那这两项 就 这个 占了绝大的部分 一共占了 呃 400多万 最主要是这样跟您解释 那您 就是说我们这个事务费的编列 除了这两项以外 其他 还有 呃 我们国防事务的一些 呃 论坛也好 安全会议 还有这个 呃 我们本身的 呃 国防战略 和这个军 军事规划部分 呃 所有的业务啊 就是 也跟您报告 其实我们大部分业务都已经减少了 但是 光是要出这两本书 呃 也在委员的这个指导之下 我们也 呃 避免就是闭门造居 所以我们也邀请了 这个 很多的专家学者 来共同与会 所以 这都必须要 来展开这个会议了 这是 这些 我们也认为说这些会议 也恳请委员能够 呃 这会议不用增加四百多万吧 呃 罗委员常常我们做研究案了 而且这个 这个只是外部委员来那边指导指导 然后印刷费 欸 不要印那么多好不好 浪费钱欸 对 这个 这个QDR也不是全民每人一本啊 对不对 不是嘛 这主要主要 以为我们做研究一分钱一分货 对 整黑喔 那个外部委员 这个研究不可能叫外部的人来写啊 那QDR是你们要写的欸 外部只是来帮忙review而已 给意见comment而已嘛 对不对 那车马费而已2000块 那边四百多万要找多少人来review 大部分是这两本书的印刷费 中英文版 哇 印刷费 这个真的 不是要五指化一点吗 其实不要印那么多啦 很多都浪费 而且都丢在那边 我们 我们QDR要看的是 电子版的就可以看了啦 包围我们 上网 包围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除了 这些会议以外啊 我们还有翻译会 这些等等 这些其实我们用最精简 电子化的版本 我们也会出 那委员也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所有QDR里面 我们分了几种版本 一个电子版本 一个是我们书面的印刷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这个东西 因为是一个 连度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国防施政 所以我们比较慎重 我们已经用最少的经费 来获得最大效益 请肯定委员在这方面 给我们支持 谢谢 这个交友可以建议一下 就是坦白讲了 电子版有电子版的好处 书面版其实我们还是 硬出来看的 那我建议就是 还是着删啦 好不好 这个要删啦 这个着删一点点 然后广部自己提这个数字出来 然后看能够做删到什么程度 可是纸不要用这么好的纸 也对啦 也对啦 对不对 尤其英文版的部分 到时候一定是大量的印发 我也建议 我们这个 三五十万是不是 不是 两百啦 兩百啦 兩百可以吧 坐不下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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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坐不下去啦 四百万元 全世界都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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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說一下啦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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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能 你真的删下去了 那個印不出来 鮑威 我跟妳講 那個 川普大 妳們一般行政藏了太多錢 不是 不只这一幕 每一都一般行政 麥克風 那個地方 太多可以去挪了 一般行政藏很多錢 我跟您報告一下 事實上 我們原來邊的這個 原來邊的這個 六百多萬 這個 都已經簡列了 都已經簡列了三十幾萬 那QDR跟國防報告書這一段 因為我們跟對外交流 尤其是QDR 國防報告書 全世界他都會看 全世界來交流 或是我們去國外交流 我們都要 對啦 但是時代在進步 我們也不能印得太難看 其實我們一年一年 都 都在做這個一化的工作 早期 早期的確印比較多 那個我們同意 那你慢慢慢慢 你也要推動 推動這個 這個環保 又要推動五指化對不對 是 其實 那個量 要抓得比較準一點啦 到底 你要 你給多少人是需要紙本的 這都可以算得出來啦 因為這種東西是很 它是很專業的東西 它不是每一個人說 你要做國防宣導用的 這不是嘛 陳婷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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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真的是有這個需要 所以我建議說 我們單五十萬 單五十萬 然後讓 讓 我們去做一個 可以嗎 江維恩這樣好不好 江維恩這樣好不好 江維恩這五十萬對我們真的是 好啦 五十萬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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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是三百耶 好 三百變五十啊 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砍到呢 後面還有啦 後面還有啦 江維 那這個案就是 餐五十好不好 洞結波 我們併到那個 整個兩千這一塊 OK 這個 好 二十 好二十 那 報委員二十一案我給你報告一下 二十一案委員質疑說 我們是不是多編了 事實上是 我們兩年辦一次的航太展 在明年要辦 那麼我們這個額度的計算 是跟去兩年前的那個額度需求是一樣 那麼我們今天 展場的這個租費也提升了 我們空間希望能夠擴大 所以希望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編了 多編了兩千四百多萬 但是 很多錢是cover在我們裡面的計算 你說要辦什麼 辦航太展 航太展 國際航太展 每兩年辦一次 你們這樣子的編列 我非常有意見 為什麼 那你怎麼會放在一般事務費呢 你應該抓出來啊 抓出來告訴我們說 這個是辦什麼費用 辦什麼的費用 以前編在什麼地方 我編在這個 尾辦費 一般事務費裡面 所以以前 尾辦費 尾辦費怎麼會跟一般事務費 混在一起 一般事務費 因為你這不是 兩年才編一次 你不是常態性的嘛 對兩年一次 不是常態性的嘛 你編 我覺得你編在一般事務費 這個 不太恰當 報委員 這個 將來客主我們在研究 看怎麼樣 我應該是單獨列出來 讓你一看就很清楚 我們現在其實在審這一算 我們 其實最懷疑的 就是你們都把錢 藏在這種一般事務 一般事務 你們要怎麼用 怎麼用 反正當地報銷就好 我可以建議啦 因為 你們在那個 項目說明的時候 真的不是很清楚 你也沒有講你要辦這個 所以很多人都有意見 就是你們沒有講清楚說 比如說航太展兩年一次的 是放在這個地方 問了才知道 這個航太展要花1273萬 我跟委員不止 兩千多萬 兩千多萬 因為這是國內所有航太業的 那你這樣講又矛盾了 你說你是要來辦航太展 那你說要兩千多萬 結果你編一千兩百多萬 那其他八百多萬從哪裡來 八九百萬從哪裡來 你又要從別的地方拿過來 所以 這個就是 我覺得 不透明的地方 交代不完整 你應該這個航太展兩年一次 一次兩千萬 你告訴我一次兩千萬 你就編在哪裡 列出來 不要把它混在這些預算裡面 這讓人家覺得你在藏錢 是 我跟您說明一下 事實上在這個 國防政策規劃與獨島裡面 其中國防資源管理 這一個二類的這個科目用途裡面 我們在第12項預算書表裡面 有講航太展 我們並沒有說 把他說 哎呦我要做航太展 我明明要做我把它隱藏 不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整個 比方說 航太展是兩千四百零九十六萬 但是包含 我們要支水電費 通訊費 還有其他租金 還有這個 養 機品 物品的這個養護 保養等等 這邊都非常詳細的一個分類 都有 在這個預算書表裡面 都有 請委員 不是啊錢為什麼是藏在 這裡面 沒有藏 你要單獨編列出來 是 將來我們柯子部 可能會做一個 可以做一個分類 那個 王第一位 第一個我贊成 這個 江潛委員講了 這 航太展對我們國內如果重要的話 你們將來應該分裂出來 但是 這一個預算 基本上 我看了那預算書 你後面其實是有說明的 所以我也不會說你隱藏啦 你確實有說明 只是 你放在這裡面 變整批混雜在一起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兩年一次 它其實是例行的 這兩年前也辦 四年前也有辦 所以這個預算 如果沒有比以往增加的話 如果沒有比以往增加的話 我是建議 看江偉委員這邊 應該這個案子可以讓他過了 因為 這個是固定的 兩年就辦一次 但他的科目 或者應該檢討的部分 我們希望 因為兩年內 我們還再碰到一次 所以下一次你就應該一個單獨 單獨一個項目 是不是這樣來處理 好 我建議主席這樣來處理 好 謝謝 那你為了國內旅費 為什麼要增加 你航大展是在 國內舉辦 因為我是在國內 在世貿 世貿 但是因為我們很多展出的 這個單位 比方說除了中科院 還有生治中心 各國武器廠 他們都會把這些 為什麼要幫他出這個錢 因為他們過來 他們要運運 要出 出車 然後要人員要上來 大部分 很多人在現場做 所謂產品的性能說明解釋 所以我們這個是非常慎重 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跟兩年是一樣 而且兩年辦一次 不是每年辦一次 兩年辦一次 前年辦得非常成功 但是我們 前年花多少錢 也一樣 兩千四百零九 是 今年租費 我們長產要放大 今年要放大 所以我們從這裡面 做一些預算的調整來支應 所以我們還把我們的預算 可以cover的部分 我們都沒有重複了 是 租費也提高 陳廷文有沒有補充 基本上 他們自己的資料寫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也是認為 那不是給我們 那是他們的 對 沒錯 我現在要講說 他們的資料這裡面 真的寫得比較清楚 可是給我們的這些預算書 真的很模糊 所以這個真的要檢討 包括你航太展 你的水費電費 一般通訊費 還有業務租金 消耗品 還有一般事務費等等 甚至設施機械設備養護費 我相信如果你們在說明是寫得這麼清楚的話 委員一定不會有意見啦 所以這個真的要修正 那當然因為這是兩年一次啦 可是上一次就是這樣子過了 那麼你們也認為這一次也是這樣過啦 所以在兩年後的資料可能真的要去做檢討 我認為要做資料的檢討啦 好 那個姜維還沒見 這個喔 航太長的辦理 我們當然希望他把它辦好 但是你們那個資料真的 你們自己的很清楚 我們的很模糊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覺得他不應該藏在一般預算裡面 一般行政 他絕對不是一般行政 你應該是特別把它抓出來才對 那我可以不檢討 但是我要凍結 有 就凍結 我可以在兩千萬裡面凍結 因為我們要看你後續的整個實施的 好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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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歡迎委員到現場 這樣好不好 那這一幕我們再確認一下 12到29 病案 然後呢 剛才那個姜維那個案子 第16案 確定凍結 檢定50萬 好 那其他這一幕總共凍結兩千萬 科普進行調整 然後請提出 針對每一個委員所關心的議題 提出書面報告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每一件都通過 好 我們再處理第三幕 然後我們再休息 好不好 來 第三幕 一起報告完 然後可以一起處理 再處理 那個第三幕請醫生人宣讀 第三幕 A30到A36 A30 國防部一班科學研究為主要辦理國家科技學術合作國防科技研究 然國防部裡推出台灣DAPA 綜藝實驗編組進行 然未具體說明 緣於軍品研究 向全數報告後使得動知 提案人 江啟成馬文君 徐志榮 A31案 學合計劃全數捐以中科院辦理 而國防部反提研究需求計劃 反需向科技部爭取研究經費 其妥視性孔待商榷 原提案於一般科學研究軍品研發項下 凍結五分之一 並提出設法性報告後 經同意後使得動知 提案人 呂玉琳 徐志榮 江啟成馬文君 A32案 本年度 學合計劃之預算說明 並未提起如何配合 國防科技產業管理機制 再造之規劃 原針對一般科學研究 將補助費國內團體之捐助 向下 凍結一千九百五十萬元 報告後使得動知 提案人 劉世芳 蔡世英 呂孫林 A33案 中科院以改制為行政法人 國防部人 國防部人群力將所編計劃 預算全數捐與中科院 資源配置妥視性孔待商榷 原於軍品研發項下 國防科技學術合作預算 簡列兩百萬元 提案人 陳亭妃 呂孫林 蔡世英 羅志正 第三項案 國防部編列為執行國防科技研究 然其具體計畫項目不明 未能顯示出補助之效益 源於一般科學研究國防專技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提案人 呂孫林 蔡世英 王定宇 劉世芳 陳亭妃 羅志正 A35 國防部編列執行國防科技研究 具體計畫項目不明 未能顯示補助效益 原針對秦陽專案向下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凍結706萬7千元 報告後使得動之 提案人 呂孫林 蔡世英 王定宇 劉世芳 陳亭妃 羅志正 A36案 於一般科學研究向下秦陽專案 刪減 2億4706萬7千元 第四幕就已案A37 第四幕先不處理 先第三幕的部分 就是從第30案到第36案 那個主要有兩個刪減 其他都是凍結 那刪減的部分 第36案是全部刪減嘛 是 就是2億4千多萬 那個全部刪減 那個 國防部要不要先 要說明 說明一下 是 趙偉 各位委員 資源室市長報告 針對A30案到37案的部分 我做一個說明 那麼我剛才報告過 我們在這個 國防政策規劃也督導的這個部分 包含三個部分 其中一個很 這是法務已經處理完 那現在是一般科學研究這個部分 我們編列了5億3923萬 這裡面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是學核計劃4950萬 這是國防部的配合款 第二個是國防專技 12項關鍵技術由中間在研發 這是一個持續案 那麼今年 國防專技是到第三年 106年就結束了 它開始要做成品的發展 第三個秦陽計劃 編列2億47067萬元 那麼這個部分是我們為了 大幅強化我們防空戰力的這個性能 我們做了一個專案 一個持續性案的一個研究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科技專案 科技專案有2億元 那麼這2億元是分別結合科技匯報 國家型的大型科技發展計畫 一個是兩個都是中科院的 一個是高功率氮化甲 居民通用科技 另外一個是航太基層製造技術大型的 航太基層製造技術的一個推動 這兩個都跟居民通用科技 將來換成所謂產業界產值 大幅增加都有相關的關聯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特別建議尤其委員有指證 就是說我們國防部 你推出台灣打法這個部分 未來會不會有重疊 那麼剛才已經報告過 我們建議我們在12月底前 將軍備局還有我們這個候製室 還有我們國防部資源規劃室的 國防科技處能夠做一個整合 在不大幅增加預算 不增加原額的情況之下 我們讓我們的科研的機制的 這個調整 它的功能能夠更加的強化 那麼另外其他4950萬元 這個部分我剛才講 是學核計畫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由科技部 跟國防部來分別編款來應應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由 為了國防的軍事武器發展 那麼國防部編的這4950萬 基本上我們在明年度有32個案 科研案是委託國內的 各知名的大學就各職類 對這個專題有研究的這些團隊 他們來競標 那麼也許同一個案有三四個 或四五個學校來競標 經過我們國防科技研究中心 152位國內知名的大學教授 做一個分組的審查 那麼最優的就可以得到這個標 那麼所有的額度 都在我們4950萬的 這個額度裡面來運用 另外要報告就是 每一年不管是國防部的這個配合款 或者是科技部的 7000多萬的這個配合款 我們都通通運用在我們國防自主 尤其中科院在所謂推動 高端武器研發 關鍵技術研發這個部分 他們有非常好的一個銜接 這個工作我們要持續不斷推下去 所以這邊懇請委員免與凍結 那麼另外有關中科院的部分 我是請中科院院長再 那個第四個在處理 37案待會處理 好 那個陳丁妹成為 謝謝 這個我針對我的提案 我還是認為說 其實未來我們在整個研發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尤其我們現在 希望我們的一個 國防自主的一個角度 這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真的很擔心是跌床架屋 所以我們認為說包括國防部科技部 每年都有編預算要辦理 國防科技學術合作計畫 那我們必須了解 現在跟以往有什麼不同 還是一樣也是消化預算吧 這些所謂的科專 做一個消化型的一個處理之後 那我們要得到什麼樣實質的效果 那中科院也已經改制行政法人 可是國防部還是 尋著學和計畫 將預算是捐助給中科院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部分 好像中科院自己就應該 他法人之後行政法人之後 他自己是不是應該要有研究的能量 要去做這樣的一個預算的一個爭取 那我們現在國防部左手右交右手 那是不是有實質的一個 一個我們的效果跟目標值會出來 這是我比較質疑 所以我原本是簡列兩百萬 那我現在改為凍結兩百萬 就是說可以書面報告 把所有未來我們要整合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希望把整個 所謂學術研究的這個部分 能量要加大也要做整合嘛 所以我們希望說 是不是把這個部分做書面報告 把整合的時程 還有我們的目標值都把它訂出來 然後做書面報告 使得動之謝謝 謝謝 謝謝 33案的部分喔 陳廷偉的提案 他是建議改為凍結兩百 但是我建議就是說 到時候整個幕一起來處理好不好 我們先處理三檢案的部分 所以陳廷偉那個三檢案先改為凍結 數目我們都在處理 那那個第三十五案 三十六案 那個兩億四千多萬 全都刪除那個 請先 請瓜布先說明 我先說明一下 剛才我說的 秦陽計畫是中科院非常高端技術 為了大幅提升我們防空戰力 所做的一回關鍵技術的提升 它是一個持續案 它從今年106年到108年分三年來編列預算 這個計畫都在去年就經過核定了 所以今年我們編了兩億四千多萬 那這個部分因為它的這個專案的內容 委員指引說沒有內容我們不能省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機密的東西 我請中科院長跟您報告 報委員這個事實上是個關鍵 是個關鍵技術案 因為我們那個推進系統 已經發展了三四十年 人員也比較老化 然後設備也比較老舊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新的研發案 第一方面做這個關鍵技術能量提升 比如說絕熱材料 還有一些推進技術要的開發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這個計畫上面 我們要把下一代的這個設備 還有人員要培訓出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技術的案子 請委員支持 謝謝 委員的意思就是說你是公開預算 結果完全只有一個代號 完全沒有任何的說明對不對 委員 我們放機密 好不好 我們應該放機密 剛剛委員講 這就是我講的 你是今天計算在公開裡面 你要說清楚你說的內容 你說的計畫 那你說是機密 什麼都不能說 那你就應該放到禮拜一 我們審機密再審 對啊 就審了 對不對 所以那這個計畫就全部刪掉了 這絕對不能審 報委員 刪了對我們國家 那你就迴避 又不能說又是機密 那我們怎麼進度 我們總統要講 詳細細的私下跟您做報告 這樣的話我們因為 你們這個全部的預算在9億多 分了四年要做的計畫 這個應該有很緊密的一個計畫內容 要跟我們報告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國防很多的地方要提升的 但是你沒有報告我們怎麼監督啊 進度這麼多 對不對 我們可以專 那你說機密不能講 不能講放機密啊 報委員 就不應該放在公開裡面 跟你報告 我們在會期 下個會期可以排專報 我們來專門用秘密會議的方式 來跟你報 這樣子就很清楚 那就先全部凍結 報告完畢再解凍 因為我跟你 講清楚啊 那位王定委 來建議一下 第一個 機密預算把它放在公開預算這裡 確實要檢討 我們希望部長督導這個部分 因為剛才那個劉運偉您講的 你機密預算 你可以有機密的時間跟我們說明 你現在這邊的話 我們也不能叫你說明 你說明出去的話傷害國家安全嘛 然後這個預算也很重要 因為這個預算 不管是人員的訓練 設備的提升 其實那個 一慢 可能整個慢下來 甚至有些 關鍵東西會拿不到 所以我是覺得建議這樣子 基於這個 旅運委員的他的 我發言我贊成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 凍結一部分 凍結一部分 那一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金額 這個總共金額多少 這樣子 主席 我們先請那個主計人員 主計省 主計局 你先說明一下可以像邊嗎 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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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要檢討 對啊 你現在是到底是機密 還是公開嗎 你這樣子編可以嗎 可以這樣編嗎 我們凍結四千萬 那不行 這個東西也要改正 那主計是 你先解釋 你解釋啊 沒有內容沒有計畫 你可以這樣編啊 包委員講您講的沒錯 因為如果是屬於機密的項目 因為我們應該是放在機密 不能 在公開的項目不適合用代號 這個是在我們編制作業裡面都有要求 是 那我們院的主計有來嗎 行政院有 院部的主計呢 立法院這邊 院部的主計 院部的主計 來 行政院 你說明一下 主計總處這邊 跟委員報告 那有關那個國防部的機密預算的話 他是由國防部來編定之後 那送到我們這邊來審議啊 所以說那個 如果說這一次的那個公開裡面 有機密的部分的話 還是由主計局啊 這邊啊 由他們來決定 那如果他 委員對於這個科目 認為不應該放這邊的話 那可能由主計事後來檢討 以上說明 劉委員這樣子啦 這個錯誤要檢討 第二個 兩億四千萬 這個四千萬要報告才能動資 要報告才能動資 那 我們一方面不影響國家的運作 二方面要讓他們錯誤的人要付出代價 不是這個總經費是九億多 四年的計畫 兩億四 總經費 兩億四啦 總經費是九億多 是四年的計畫 那一百零六年是要 動資要兩億多 那這樣子我們就先動資一半 好不好 二分之一 你把說明清楚 好不好 動資一半 好 那就動結一半 好不好 這個計畫經過秘密的專案報告之後 然後 使得動資這樣可以嗎 報告 我有一個不請之請 這個 因為這個計畫非常重要 所以我怕騎乘會delay 所以建議這個動結 就專案報告時間要 你們就要盡快啊 你們早點解決 要我們早點解凍啊 是 你們計畫不早就做好的嗎 早就做好 你們要用錢就趕快要報告 是 是 那還有什麼問題 好我們跟 OK 我的35案跟這個比較類似啦 我來講一下 當然那個凍結的數目字 我想就是一樣沒有問題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中科院 就是你這個情陽專案如果做完 或是做到一個部分結束的時候 是誰幫你做這樣子的確認或是認證 不是不是不是 哪一些團體啦 我不是說指那個業務的內容 機密的內容 就是說在你的執行過程當中啊 你執行到一部分 或是執行到報告結束 或是到一部分的時候 誰幫你做確認說 你這樣子的執行計畫是對的 而不會一直下去 第一開始的時候就錯了 你九億全部浪費掉了 監督機關定期每一年 誰是監督機關 國防部 到他找相關的那個使用的 相關需求的軍種 已經 中科院 有沒有國防部以外的部門 哪一些部門 國防大學院跟理工學院 國防理工學院 對 有沒有類似 譬如說中科院以外 譬如說有沒有工研院 或者是中央研究院 這個由國防部來組組單位 我們是被 沒有我想要知道是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每個軍種 當然每個有不同的專業認證 但是我是覺得 如果是屬於技術類的話 你應該尋求公證的第三個 來跟你做確認 譬如說假設 假設你這是個引擎 我們可不可以找類似東元電機 來幫你 我不是知道你哪一個東西 對 裡面 東元電機不是總經 東元電機裡面 他們屬於高端科技類的人 幫你做確認 那這個它是一個技術本位 我不是指整個作業 但是有沒有 目前有沒有 有人放心 我們在國防科技研究中心 有152個學內 國內頂尖的專家 各種類的 像飛彈火箭流體力學這些 都在裡面 所以我想中科院的那個 他階段研發的結果 就是高端科技類的 高端科技的人才 都在這裡面 可能有人現在就是 在科學園區裡面 上班也有嘛 是是是 他上班的各大學大學教授都有 都有 對 那這些比例 這些比例 多還是少 你不會 十個都是你們國防部的人 然後一個才找 全部都是外面的 外面的 包括我們的研究員 晉升都是外面的 我的意思是說 你確實要有公正客觀 來做高端的確認 而且非常嚴謹 非常嚴謹 好那我再強調一下 因為我們先處理三檢案 那上完之後才有 這個動的部分 那36案就是剛才李委員的那個提案 我就確認一下 就是凍結 就三檢改為凍結一半 然後呢 在4月底以前 提出專案報告 就大家進行解凍 密密的專案報告 4月底以前 好吧 然後 陳廷偉那個 本來是三檢案 第33案 對 33案 也改為凍結案 數字我們到一併來處理 好不好 好那現在整個 第三幕的部分凍結案 大家對數字還有項目 要不要再進一步 請請請 那個凍結的部分 其實啊 這個可能 我們那個 會裡面的人員 我原本送的案 應該是第三幕 這一般科學研究你五億多 總共五億三千多萬對不對 照理講 我原本那個應該是 整個這一幕要全部凍結 但是後來 我們這邊可能 認為我講的是 軍品研發 然後呢 所以把它改成4950萬 對 A30 抱歉 請大家看一下30 A30 所以你是整個 整個幕凍結 原本 原本我的那個 我們寫的那個 意志是這樣子 當然這邊可能 因為那個 軍品研發 那四個字沒有刪掉 因為你的文字是寫軍品研發 對對對 所以這時候 可能有一些 誤解的地方 但沒有關係啦 原則上就是說 在這一幕啊 這整個幕 我們現在談是整個幕的凍結 整個幕凍結 整個幕凍結 對 因為這裡面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談的那個搭爬的事情 是 那我覺得搭爬的事情 那個至今也沒有很清楚的一個說明 當然國防部就是一再的 否認嘛 說這個 沒有這樣子的 的事情 可是 從整個 脈絡來講 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 在目前的狀況你也很難 因為時間還沒有到啦 或許明年我們才會比較清楚 到底是不是有 有進行 所謂這個搭爬這個事情啦 所以 你說你年底以前要 跟我們講清楚 我也不相信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到明年 那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主張這個部分的預算 就凍結一半了 五億多就凍結一半了 五億多凍結一半 對 因為這個是一道打爬的那件事情 可是這邊已經凍結兩億四了 欸一億 一億多 一億多了 一億多了 一億多嘛 對就是立委那個已經凍結 可是他總共五億多啊 不是 這樣吧 五億多裡面 已經兩億四千多萬 那個已經先處理掉 那個凍結一一二嘛 凍結一半 所以剩下還有兩億八 還有兩億八可以去做我們可能凍結的處理 總共五億三嘛 對 那扣掉 你知道 晴陽就已經凍結一半了 就兩億四了 以後要兩億四了 對 已經跨到兩億四了 因為這個科子幕我跟委員報告 一般科學研究分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您剛才講軍品研發 一個就是那個科專技 還有一個就是晴陽計劃 所以這三個 他剛剛講的是晴陽計劃 對 所以他整個都包含在我們未來向委員做秘密會議的時候 我們會做這樣一個完整的報告 包含您關切的機制部分我們也會做說明 好 那我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幕現在現在兩億八可以做處理 兩億八的部分 報告官部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想 報委員 我想這個東西都是委員關切嘛 你凍結也是沒辦法去凍嘛 所以說我建議 因為我們剛剛那凍了一億兩千萬了 對我們整體的運作上來講 我們會看證你們怎麼把這個競速的解凍 所以 我建議啦 看這一幕是不是 給我們一個機會 一千萬可不可以 凍結一千萬 整體 是 這一幕一千萬 這一幕剛剛他已經凍一億多了 那個是機密的 那我現在講公開的 一億多再加一千 對 一億多再加一千 那個的一半再加一千萬 是 搭法是另外 所以說這樣加起來就是一億三千萬 所以這個 四分之一 對啦 所以報委員 重點是我們要專案報告 對啦 才能解凍嘛 對啦 所以我建議委員這個我想 那你就這樣子吧 他 他那邊是一億多嘛 對 再加一千 對啦 你整個把他 就這一幕 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這一幕 報委員 報委員 報告一下 因為中間提出這些需求 他從元月份開始 比方說二月份他要完成審查 他要開始去做研究了 所以說我們把他動在那邊 你們的研發那部分是四千九百萬 對 所以我們如果 假設 我跟那個旅委員加起來我們動兩億嘛 你還有三億多可以用 你四月前來報告 綽綽有餘啦 這不影響到你那個要委託軍品研究那一塊 那個是四千九百多萬 那真的不影響 軍品研究那一塊 建議委員千萬不要去凍結 因為他真的會有其成的問題 所以那部分我們沒有動機 是是 我們現在就是我跟他的部分 那委員這邊額度再加一點好了 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建議一五千萬好了 是不是建議這樣 對啊 報委員 一五啊 一二就加點兩三千萬 一五 兩億你們就比較早來報告啦 不會啦不會 五千萬 五千萬他就拼命來報告了啦 一五好金額是差不多啦 一四就是請他來專案報告 那一五 你動一千萬我們都要來報告 對啊 一五啦 呂委員 你說的我都給你贈什麼 我是覺得一五這個夠重了啦 好啦好啦好啦 那這個項目齁 就是整幕 是動一一五 那其中包括呂委員那個 是兩 兩億四千七百零六萬的一半 對 這樣好不好 好那剩下多少 你們再記下解一下 就整個幕動結一一五 那四月底之前 要提出專案報告解動 秘密 秘密專案報告 秘密會議 秘密會議 秘密會議好不好 好那可以那我們這一幕齁 就呃 審查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 第四幕不是有一個 第四幕一樣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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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四幕把它處理完 來請醫生人宣讀一下 第四幕 A37中科院瑞淵無人機系統 未能如其發揮功能 發生演訓史無人機失蹤事件 源於國防部科技專案 中科院科技專案企劃 向下國內團體補助之捐助 凍結兩千萬元 提案人劉世芳 蔡世英 呂孫麗 以上宣布 他這個也是包含在剛才那個範圍裡面 好那國防部這邊請 那中科院先講一下好嗎 我下面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 對 針對這個演訓時候 無人機失蹤提出的系統缺失啊 這個大概是屬於哪一類的 先講一下 因為你們本來就講說性能優秀啊 是 包含委員 這個現在這個 我們還在這個 因為這個飛機我們還在找 現在我們還確實原因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飛視 在這個整個的失效的過程之前 我們所有的要塞信號都是正常的 系統都是正常的 同一批 有沒有同一批裡面的都是正常 只有這個不正常 就說這次的飛視失效之前的信號啊 飛機的系統本來的 所以不是硬體的錯誤 目前看起來不知道 都不知道嘛 對阿 目前看起來硬體 但是現在已經多久了 現在已經 應該多一個禮拜 因為這幾天全部都是大物 大物就沒辦法去尋找 我這邊有照片 很難找 那個數好高 三十幾公尺看不見 包吳委員 包吳委員 我建議啦 這個中科院他也很想記 我們是不是這樣子 請委員給我們一點機會 先找到 先找到嘛 對不對 然後書面 你沒有找到李文講原因 好 那個你 對啊 書面 我沒有沒有 對啊 但是 對你要跟我們報告啊 好書面書面報告 是 那他凍結呢 凍結一百萬 一百萬好不好 凍結一百萬 那你如果今年都找不到呢 哈哈 那就沒辦法解決 報告找不到啦 找不到就不能解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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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得到啦 中科院有信心吧 怎麼可能找不到 先動一百萬 先動一百啦 好不好 示範可以嗎 好 我們先動一百 然後提出書面報告之後再解凍 十一點半 好不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到十一點半 來繼續開會 謝謝 三個鐘 十一點半 十一點半就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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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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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 就是说 B7 B10 B10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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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34BB1 那除了 我看一下那134是凍結嗎 我們該減列100的 馬委員這邊134 350 136 135 那個 趙偉B57也是一樣的案子 是江啟程委員的提案 是不是也一併把它提前到前面來一併檢查 也是跟這個科目一樣的 B57 B57 一樣的案子 是海軍的 我們把它併過來一起處理 好 我們就確定一下 除了B 現在先確定哪幾個案子要併在一起 好不好 B57 B57 因為B57 跟我們剛才的減列案是一樣 而且要減列的更少15而已 我們剛才減列100 不一樣的 不能解釋 我的意思 我們剛才已經處理完了 只是說 我們不曉得為什麼合併的時候 沒有把這個箱頭 案子放在一起 因為作業舒適 不然就是 比較晚送 比較晚送 沒關係我們現在確定一下哪幾個案子 並在一起討論好不好 B57 B58 B58同一個項目嗎 B57 B57 B58不是 B574 我們現在談的都是軍事行政下面的官兵權益保障作業 對 好不好 B574 然後13 134也是 135也是 135也是 136 沒關係科目一樣 沒關係 好那就是 B134 135 136 都是官兵權益保障作業 那理由可能不安全一樣 好 那剛才這個科目基本上是545萬 對 好那 那個 江委員這邊有提出3減15 然後134 是3減70嘛 對不對 然後135 3減8 是3減50 然後 136這個案也是3減50 好 所以有4個3減案 那個 請國安部先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 我是官兵權益保障會的執行秘書 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官兵權益保障會 他設置的目的 跟公務員保訓會設置的目的 大概是類似是一致的 他專門在救濟官兵如果說 自願醫的4官兵如果說有被行政處分 考機打得不好等等 他有一個救濟的管道 那我們從此也在做宣導 那所以說這個工作跟委員所關切的 就是有關於霸凌也好自殺也好 他基本上他的工作項目的性質其實並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也是會跟所有的官兵不斷的宣導說 有這麼一個管道 我們今年到現在已經收案340多件 我們已經結了將近300件 我們也跟所有的官兵 我們的委員都是民間聘的委員 然後這裡面很多的費用 是給委員在審查的時候 他們也要印製相關的資料 那然後我們為了宣導 讓官兵知道有這一個制度 我們也有拍了一些單元劇 我們也印了相關的貼紙 讓官兵貼在大兵的周機上面 也有做很多的活動 讓他們知道有這一個管道 所以說主要這是一個救濟的管道 那我們跟委員報告說 你沒建議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委員可以讓我們這個工作 能夠可以順利的一個制度 就是不刪 他動呢 因為性質上面跟原來委員關切的 性質有點不太一樣 好那請提案委員 江維 我講一下B7還有這個B57 這我提的 那基本上 但我看的目的是不太一樣 同樣都是官兵權益 對不對 官兵權益 我在第7案的時候 主要是你的官兵權益這一塊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陸陸續發生太多 不管是自殺案或什麼案 好 雖然你沒有做 但是成效不佳 所以在這邊我是提凍結 為什麼 我覺得這部分的預算 我不想去砍他 但是我要你做得更好 所以我希望凍結 好 凍結50萬 那江維 這邊提議改凍結50萬 好 那那個 為什麼我在57那邊 會去檢列15萬 那個主要不是針對 你的這個 作業績效的問題 而是這當中的這個作業費 作業費的零基預算問題 好 就是說 你的109萬5千元跟105年所列的預算是相同的 一模一樣的 OK 那 依我們在行政部門來過都知道 你 預算要相同 這個 有時候很難講的過去 這個表示說 是不是你們要把就把預算 一定一定不管怎麼樣變多少就把它花光 然後今年繼續變一樣的 就是沒有發揮零基預算的精神 好 所以這部分我是檢列15萬 好 欸 B11 B11空軍 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 B11那個部分也是一樣檢列15萬 這部分是 基本上 我的要求是 希望你應該發揮零基預算 這個精神 去重新檢視每一年 你到底實際用多少了 好 你不要浮編嘛 你 你不要假設用後來剩下1萬塊 那你就把它用1萬塊剪掉嘛 好 今年明年就不應該 再編那麼高 或者你明年真的有什麼要花什麼錢 你把它增加 那你只要能說明 我們也不反對 好 但是要一模一樣 這有點怪 好 所以我在這邊 各 各檢列15萬是這樣 啊 前面那個凍結是基於 一個某種程度上要警惕你們 或者要求你們 我去凍結 好 好 所以江維一就是 原來的第 B7的部分是凍結50 然後呢 B11跟57 各-15 是吧 等一下我們再說明 那個李文先 李文請 我的案子是 B8 9 10 12 B12也是我的案子 可能 醫生人員弄錯了 那 我希望 國防部 正視 軍 我們軍人的權益 要好好的做 但是 你們也只有口頭上 我們會努力為主 都沒有用專業的方案 精進的方案 來給我們 這些委員 給一個報告 所以你們剛剛說 軍中只有 死了多少人 我聽到只有兩個字 我就很心痛 這個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你們用只有兩個字來講 而且我們在質詢當中 從4月 光是4月到這個10月份 每一個月都有人自殺 這表示什麼 軍中這種霸凌事件 投訴無門 都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你們說 有一個救濟管道 救濟管道在哪裡 如果你有救濟管道 他為什麼忍無可忍 只好走上絕路 自殺 所以這件事情 我希望 凍結 讓你們積極的 找出專家 不只是欣甫而已 找出一個方案 一個制度出來 給他們怎麼投訴 怎麼樣救濟 具體的方案 出來給我們之後 我才會解凍 所以這幾個案子 我要凍結 好 我要凍結 謝謝 那個李委員 主席我是建議是說 因為這個項目其實 經費也是不多 只有五百多萬 那這樣子分配 分配到各軍種下去 其實各軍種得到的預算 其實也不多 那我建議就是說 這個科目呢 我們就是凍結五十萬這樣子 那個官部 那個馬委員 請 這不是錢的問題 我相信在最近幾個月 每一位委員 包括社會大眾 其實都一直在關注這件事情 我們軍中 上一次我有舉例 那個鴻海 他的那個富士康 四十九萬人 他的資產的人數 還比我們 軍中的那個 那個資產的人數 還要低 你今天 如果你們覺得 應該要編更多的經費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同意 我們也支持 你可以編更高 我們不是為了要 刪這個預算 或凍結這個預算 可是從這幾個月看起來 這個現象是沒有改善 而且越來越嚴重 在很短的時間 其實 有兩三個陸續都發生這種狀況 我覺得這是 國防部要非常慎重的 不是你有找人 或者只有提供管道就好了 這個都有 可是為什麼沒有用 他的問題在哪裡 這才是你應該要做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凍結 這個凍結數 可以反映你們的決心 如果你覺得五十萬 可以 那我們也沒有意見 表示你對這一方面的重視度 就是五十萬的價值而已 如果你覺得 這個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你就應該把它做好 你提出一個更好的方案 解決 這個大家非常關心的 每一位委員 其實都關心這個事情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非常重要 所以看你們怎麼決定 我們沒有意見 好 那個國防部間 報委員 謝謝委員的指導 我們其實說實在 我剛剛沒有講清楚 我們這邊官兵全保會 它名稱叫做官兵全保會 但它最重要的工作 它是跟公務員保訓會是雷同 我們是審查 他們受到不當處分的案件 所以我們今年三百多件裡面 有人針對烤雞來申訴 有人針對調子來申訴 有人針對懲罰來申訴 但是我們也怕照顧的不周 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 跟公務員那個保訓會一樣 我們是在處理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又怕說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照顧面 所以說 我們才跟官兵講 如果你有其他遇到任何不當的措施 或是處遇的時候 都可以來跟我們說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加強宣導 報委員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為了表現 我們對這個工作的決心 是不是我們 凍結五十萬 然後我們提個書面報告 跟委託報告 他也可以找我們 對啊 我們也非常的歡迎 那為什麼還有自殺的事情發生 你這個救濟管道就可以有了 他們不做心服啊 他們不做心服啊 他的官兵權益保障 這不只是心服啊 跟公務員的那個保訓很相像 所以他剛剛一直抱歉就是說 官兵權益保障 是指什麼事情沒有講清楚 所以我們自己很關心的 這些自毅自強的案件 就是推到他們這一塊 他們會覺得說 有一點齁 那個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們要弄清楚 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的不一樣嗎 那後面很多的案子 跟這個都不一樣嗎 B134 57都不一樣嗎 不太相近啊 所以你們先把畫面再一起談 我們才會一起談啊 我們跟委員報告說 因為委員 那不是你的業務的話 不要談那就分開來囉 我們檢討的都是檢討 官兵權益保障會的預算 因為委員不論是檢討也好 是刪減也好 都是針對官兵權益保障會的預算 其實 我想請主席 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 官兵的權益 我們這邊 大家都希望你做得更好 要關心他們 不只是欣甫 包括他們受到霸凌欺負 都給他們投訴的管道 所以這個內部 整個國防部 你們就可以去協調 是誰要去追蹤這個事情 要不然的話 投訴我們只有自殺這條路了 所以我們嚴肅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才希望你們用一個精進的方案出來 不要嘴巴再講而已 好不好 這樣子我們 你們只要提出這個方案 我們就可以解凍 我們不要做得更好 方案出來 就跟委員說 這不是錢的問題 是我們決心的問題 那我們一定在這個方面改善 那希望委員給我們這個機會 他當在這個方面 他們也非常辛苦了 我想可不可以跟委員建議 我們反正就是凍結50萬 然後把我們的方案拿出來給委員看 好不好 這樣我想 他們在工作推展上來 給他們一點鼓勵啊 因為他們也非常 24小時非常辛苦 謝謝委員 凍結100 然後你們趕快提出方案 這趕快 每個月都有這種事情發生耶 所以先這樣子處理 因為總數才545嘛 凍結100等於是20%喔 對啊 20%沒有很多啦 那這個要你們積極提出方案 再給你們看你們的決心 齁 再鼓勵你們趕快 正是這個問題 那個 是是 報委員這個我們有決心啊 這個 好 那有決心很快速就可以解釋 是是是 好謝謝委員 但是那個 江委員提那個三檢案 我們就不處理喔 是 就是病道凍結 這樣可以嗎江委員 總共才500多萬 報員 這個臨機預算的精神實在都來了 他報告的時候要講 是啦 我們報告要講精神 好啦 報員 這個我們來講解釋 你真的就是沒有認真在 在你們的這業務上面 不然什麼預送會照抄咧 對不對 好幾個都這樣啦 好 其實我覺得這是 這個是 沒有貫徹那個臨機預算的精神 我們順便報告的時候 要不然他5萬了啦 好要不然他5萬了啦 砍一時一時 要警惕一下嘛 報委不要啦 因為你有多少錢 真的 我不知道你多少錢 但我說這也不是錢的問題 這真的是 你們在座位上 不能這樣子敷衍了 是認為我們沒有再看 反正都照抄給他抄過去 不會不會 報委 江委看得很認真大家知道 不要 那個錢數其實也不多 但是一看 怎麼那麼剛好啊 一百零幾萬 五萬 五萬 好啦五萬啦 那個真的是一時 好 那檢驗五萬 然後那個 凍結 一百萬 然後停出書店報告之後 科目自己調整 好吧 OK 好謝謝 那我們這個B 這幾 B幾到幾 7到12 然後加上 57 134 135 136 合併處理 好吧 那再講一下 就是 3檢5萬 然後 其他是 凍結100萬 然後提出書店報告之後 再動吃 然後 科目自行調整 謝謝 接下來我們進行 第13案到 25案 好 同一個科目 來請B十元宣讀 來請B十元宣讀 聲音可以打點嗎 B十三案 於陸軍司令部 軍事行政向下 行政事務業務費 減列 742萬4千元 提案人 呂玉玲 徐志榮 將其成馬文軍 B十四 於陸軍司令部 行政事務增列 預算7444萬4千元 為國防部推動業務減化 然一般事務費卻不減反增 亦成為各單位留用之對象 於針對行政事務 減列500萬元 凍結1億元 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提案人將其成呂玉玲 徐志榮 B十五 陸軍司令部 配合國軍任務 簡化綱要計畫表 布測三病比例 已達四成 源於陸軍司令部 一般事務費下 減列200萬元 提案人蔡世映 陳廷飛 呂孫玲 林常佐 B十六 海軍司令部 行政事務編列2億 1233萬8千元 與105年度 預算相同 國防部推動業務減化 然一般事務費卻不減反增 亦成為各單位留用對象 原簡列200萬元 凍結1億元 書面報告後 取得動之 提案人將其成呂玉玲 徐志榮 B十七 有建議公務資料 引印印制文康活動 會議餐點等 細項費用說明不清 源於海軍司令部 一般事務費 簡列398萬6千元 提案人劉世芳 蔡世映 呂孫玲 B十八 海軍司令部 已配合國軍 任務簡化綱要 刪病作業 源於行政事務下一般事務費 簡列100萬元 提案人 蔡世映 陳廷飛 呂孫玲 臨場佐 B十九 海軍司令部 辦理公務資料印製等業務 應多利用網路媒介 從而節省紙張 源於海軍司令部 一般事務費 刪減200萬元 提案人 呂孕玲 徐志榮 將啟成馬文軍 B二十 國防部 推動業務簡化 一般書費 不減反增 源於空軍司令部 行政事務 向下 簡列200萬元 凍結1億元 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提案人 將啟成呂孕玲 徐志榮 B二十一 空軍司令部 以配合國軍任務 簡化 刪病作業 源於 一般事務費 向下 簡列100萬元 提案人 蔡施映 陳廷飛 呂孫玲 臨場佐 B二十二 政治作戰局 行政事務科目編列 源由 無足以說明清楚 此一預算金額之必要性 源於一般事務 簡列200萬元 提案人 劉士芳 蔡世映 與孫玲 B二十三 政治作戰局 軍事行政向下 鑒於中央政府 債務未長餘額逐年增加 源於一般事務費 簡列10萬元 提案人 徐志榮 蔡世映 馬文君 陳雪生 B二十四 鑒於中央政府 債務未長餘額逐年增加 源於 主計局 行政事務 向下 物品 簡列 29萬6千元 提案人 徐志榮 張啟成 馬文君 B二十五案 鑒於中央政府 債務未長餘額逐年增加 原因於電線發展市 行政事務下 一般事務費 簡列3萬元 提案人 徐志榮 馬文君 江啟成 以上宣讀 好 這個科目都是各軍總 行政事務費裡面的業務費用 每個委員提出的三檢 額度不同 有凍結的部分 我們先請 國安部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委員好 我是主義局局長 針對行政事務會的部分 我做一個綜合性的報告 那行政事務會呢 這個是最主要是任到 各單位組織的一個編裝 它首屬的單位的數量 還有任務的特性 還有它駐地的一個演進 的因素啊 我們有定定的一個配付的基準 而且呢 這個額度呢 它是逐級的下售到 各基層的營聯 甚至於獨立牌跟獨立的據點 那總共有2892個 93個單位 它主要的支援項目就是 單位的行政工作的一個需求 還有官兵生活設施的一個改善 另外還有救災任務的雜資的需求 那106年度呢 總共編的是 14億56萬8千多萬元 8千多元 那比105年度的預算啊 增列了8千萬 那針對 增列的這一部分呢 剛好江委員跟李委員都有提出來 那增列的部分呢 它分成兩部分 其中744萬呢 是陸軍它總共呢 編成了19個單位 然後呢裁測了13個單位 增減之後的額度呢 是744萬 那另外 56萬呢 是我們國安部的委管中心 成立之後 新編成的單位 它成立的一個 成立的需求是56萬 所以呢 這些增減的項目呢 都是它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我建議 委員這邊是不是可以同意我們 免疫簡列 免疫凍結 報告完畢 來那個李委員請 我的案子是13案齁 真的13案 那個我要請教你們 去年跟今年的預算 就我要 這邊刪減了 就是700多萬 700多萬 你說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為什麼去年沒編的東西 你今年多編出來 用途在哪裡 難道這個 我們這個業務費裡面 在針對於我們的救災基金 在這個我們預算書上面 就會顯示說 你在各項 救災部分 你要慰貂部分 所需的經費 難道你就 預估明年就會多災多難嗎 要多併這個700多萬 不是 報告 報委員跟您報告 這個是我們南北訓練中心 南區訓練增加五個銀 北區訓練增加兩個銀 這是 銀聯的一個 部隊的一個 核實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一個 定額經費 那他這個定額經費 就是700多萬 他這是發到各銀聯 他 訓練沒有嗎 訓練沒有 這單位新編的 新編的 因為軍事訓練役成立之後 我們 軍事訓練役人員增加了 我們要多剝一些 多建置一些編制 那這個編制 就是訓練役的一個 訓練單位 讓我們的 木兵 讓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改成訓練役的費用 來來來 他這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一個 單位的行政費 單位的費用 是 他行政事務費 一定是要有編裝 有編裝 然後他有多少人 有一個佩服基準 按照他編裝 還給他錢 那因為他剛講 南北專長訓練中心 是新編程的單位 所以你必須要 遇過多少人員 你們要編這個700多萬 請說明一下 多少人 大概多少人 他 南區是五個營 北區是兩個營 那再加上一個訓練中心 南北各一個訓練中心 連級的部分 南區是二十一個連 北區是九個連 三十個連級 七個營級 兩個群級 那這些訓練中心 他的各群營連的一個編制的 單位的費用 單位的費用 所以我確定一下 這個是照編裝去 按照編裝 然後明年度有新增的 對 對 你這個新增的 你在報告預算書裡面 就要說清楚 不然我們一定 因為這個每年都編的預算 我們拿去年的來做比較 那你們的說明 就沒有清楚給我們 那圖案件多的是700多萬 是 所以你們真的 送預算書的時候 該有新增的部分 一定要做出說明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經費要尊絕 那你新編了一些 固定的一些開銷 我們會 那至於我們在政府 都沒有錢 你們一些文康活動那些 盡量尊結使用 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 那剛才就是已經向李委員說明 就是增加出來的預算 是來自於 那個新編的單位的 基本的業務費用 那江委員請 我們國軍人數都在減少 怎麼會有新編的單位呢 你總數都 總數總員的都在減少 我先講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 剛才那個 那個 那個 李玉玲委員他呢 跟我一樣都有提到這個 你新增了744萬這個問題 好 那你剛剛說你新增一年說你要增加 但是 我覺得 這個 基於你 業務簡化啦 還有一些 這些活動啊 等等應該尊結的原則啊 這個部分 我還是認為應該要簡列啦 我這邊提 簡列500萬 那比較有趣的是 同樣在行政事務你的海軍跟空軍啊 你注意看啊 我提的B16跟B20啊 B16跟B20 海軍司令部啊 行政事務編列2億多 這實際上跟你去年的預算數是相同的 一模一樣 空軍也一樣 空軍 B20案 行政事務編列2億 1800多萬也跟105年 一模一樣 這些費用其實都用來做環境佈置啦 資料印製啦 還有康樂啦 節慶啦 其他等等這些活動 那你剛剛講 你剛剛講一個蘿蔔一個坑 對不對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這些 這些人數通常沒有變動 通常沒有變動 所以你的預算數是一樣的 那你經過一年的預算執行完 你應該去檢討啊 哪一些是可以不要再花的 哪一些可以減的 那國軍總員的數實際上是減少的 所以照理講你的行政事務應該是下降的 沒錯吧 我這樣講齁 第一個齁 我們事實上在整列的時候 在預算書表裡面第52頁 對於那個細項 我們整列的是 已經在裡面有說明新編的單位 這是第一個我要先說明的 第二個其實我們現在這個編制數 按照新增的或是去年的 還有海空軍它是沒有變的 那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剛剛我們主席長講的非常清楚 這些一直下載到基層 甚至於排 甚至於獨立班 那那些經費 事實上來講 它如果真正到基層的時候 我們大概編列數大概都在2萬到3萬 那這2萬到3萬 除了我們行政好財以外 它的銀色的修繕 或是臨時的這個行政事務的需求上來講的話 事實上我們2萬到3萬 它可能運作上來講 都已經捉襟見頭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整個預算 委員所質疑的說 為什麼105年和106年一樣 因為它是沒有增減 那多的陸軍那個部分是因為 委員一直在提就是說 我們現在訓練役 還有我們募兵制的訓練流程 尤其82年是以前的 為什麼累到最後很多家長都在說 你們為什麼訓練這麼慢 那我們現在陸軍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就把我們現有的人數 把條編成立心態 希望我們的訓練業 還有目標的加速它的流程管道 所以委員可以看得見 我們基層上來講 他非常需要這個行政事務費運作 如果沒有這個運作的話 對我們的基層來講 其實憑良一講 我們對他們來講也是不公平的 也不可能說叫一個連長自己掏腰包出來 去這個印製費 或是有些臨時的這個任務需求的時候 他行政事務上的耗損 我要懇請委員在這個方面 給我們國防部基層的官兵一點鼓勵 這是我個人對委員的報告 基層官兵鼓勵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你們在這個預算編列 你同樣是1233萬 比如說以海軍來講 但是你們自己的編列裡面 去年跟今年你們調動的部分 你們是不是總數沒變 然後都把大部分的費用 都灌到一般事務費裡面去 這個因為一般事務費 我們都了解 這個是你們最好挪用的 最容易可以拿來做很多其他 我們講說不是 就是說只要有單據就可以報銷的啦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就變成你們的小金庫啦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 為什麼我在這邊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當然一定要單據啊 但是你可以做很多的 不同的目的的使用嘛 很多可能不是在 在專項裡面的費用 就拿到這邊把它報支掉了嘛 因為這些一般事務費 它是最廣的 涵蓋項目最廣的 那預算數也都相同 去年跟今年預算數也都相同 那個局長請說明一下 因為你的一般事務費是不減反征喔 總數沒變 但是一般事務費不減反征喔 報告一下一般事務費 最主要這裡面喔 因為我們的救災的雜誌 因為雜誌的部分 大部分都在一般事務費裡面 所以它會用 它總數沒有增加 但是它每個年度 會結合雜誌的一個指引 救災的錢從這裡出 不是 我們救災基本上官兵他會先雜誌 麥克風拿近一點這樣要收音 要拿個麥克風 換一個麥克風 因為基神官兵他去做救災 他有雜誌 對 他會先從這裡面支 那支了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機制 他動員的人數多少 40人以上 我們會加發給他一個月 40人以下 我們會加發他半個月 他一定要先 手邊要有現金可以讓他 因為雜誌都是屬於 一般的事務的事項 所以可能是這樣 這樣子他們在編的時候 才會把這個用途額度增加 因為每年會結合情況去做調整 那這些增加的都是因為要用到救災嗎 不一定 不一定 而且你用到救災 你有跟各縣市政府要要回來的這個機制 你們也沒有去要回來 這部分是屬於那個 整備 就前面做一個整備階段 整備階段的 進駐的整備階段 還沒實際從事 一樣啦 那個其實你就講到救災 你又扯到那邊去了 是 那個部長 其實 這個問題就是又回到 如果 如果啊 國軍在救災上面的費用 到底要不要跟縣市政府去要 你們要做一個決定 如果不要的話 請你把那個作業辦法給改掉 因為都是從國庫在支用啦 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會有一個問題啊 你現在預知 你等於說 我先假設說 我因為救災 我要支出所有編列的這個預算 對不對 然後你也去執行 你也去用了 但是在我們法令規定裡面是 你要去跟使用的 當地的地方政府 要把它扣回來的 但實際上你們都沒有做 過去這三年都沒有 因為103年的時候 把前面一筆勾銷 103年以後到現在你們 很多現金都沒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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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把地方的經費 編列在中央經費的 然後地方有沒有編 地方可能也有編 但他沒有給你們 結果那筆錢跑去哪裡了 跑去拿做其他使用的 等於重複編列的預算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待會兒 救災預算部分可以來處理那一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你看你在裡面藏了這個預算了 然後 照理講應該是可以減少的 不然不會總預算一樣 你就等於去補了 因為 本來這個一般行政事務的 行政事務總費用應該是可以下降的 但是你認為說 我怕接下來有救災我要支出了 所以我把它放到一般事務去 所以導致總數並沒有下降 並沒有辦法下降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那國防部說明一下 好的 這邊這邊 麥克風 昨天 昨天我有跟私下跟委員報告過 這救災經費 103年 我們國防部 每一年都在 災亡委員會 都會提出報告 我們今年救災 我們用了多少錢 然後這個 那行政院在103年 因為我們國防部 每年都在講 所以他才說 103年以前 一筆勾銷 以後 從103年以後 以後 我們所支出的每一筆錢 由國防部自己在 以緩計及的額度內 你可以支掉的 如果是像剛剛講的 剛剛只是講的 這個行政費 其實不是光用在這裡 範圍很廣 像他買連上的東西都可以用 在救災這方面 他也能用 他可以先用上去 比如說我可以馬上買個手套 給我的弟兄 要出去 他就馬上用這個錢 如果不給他 連長要自己掏腰包 然後再去申請 這是來不及的 所以 這一方面的是 剛剛講的這一方面 是給連上去運氣 你沒有 另外就是剛才說的 我不對題 我剛剛講的就很簡單 你救災如果真的要編錢 你把它編進去沒有關係 你不要重複編列 我例如說你中央編的地方 你編了 最後誰把那個編的錢 拿去做其他地方使用 你不知道 對不對 這算不清楚的賬 救災的錢 當然要花 也可以花 也可以編 沒有問題 你把它講出來 但是 在地方政府的時候 就不要去重複了 現在是搞不清楚 你剛剛講說 緊急用的時候 我就先支付 可是到底是哪一個階段 是屬於部隊來付 哪一個階段應該是 他講的是預支吧 報委員我跟您報告 現在就是 他們都預支 但是拿不回來啊 報委員 不是 報委員跟您報告 我們救災的預算 主要是用在 要去申請的是 我們油料的消耗 還有裝備保養 這兩項的消耗 要跟地方政府來支出 是油料跟裝備的 微保的消耗 這兩筆 這是有 這在 這在這個 那個 那兩筆 那個不在這個預算裡面 對 就在那一部分我們另外處理 那個是在另外的 你說油料那些 預算裡面 那個 好 我現在還是回到這 這個 這個預算 這個預算 我希望你還是應該要 維持你的 鄰居預算的精神 而且 你應該去貫徹 那你不能找很多理由說來說 誒 我就是要維持一樣 如果要維持一樣 我一般是會 我可以找太多的理由 不要拿救災出來 你可以拿很多其他理由來講 為什麼我要維持一樣 那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就是為了編 這樣的預算而編 OK 好 所以我還是 我這邊還是檢驗200 好 全部嗎 就是那個 海軍跟空軍的檢驗200 陸軍的檢驗500 各200是嗎 200 500 對對對 那個蔡委員 謝謝 太多了 直接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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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oc 對 再來 好 關 store 如果在1月接近政府的時候 上市南園就會跟我們網路一起 對 如果在公司在民宿 還是地方政府宿 然後就有網路整理建議 就是都可以 但是就比較好 但是每個單位都要找這個很邏輯 就有單位現在服務選擇 才會有這個照片 然後立場 所以他在到這單位 我會在地方政府宿 那我就要找他用那兩個單位 就不會我網路來接近 但是如果這樣說 我忽然在政府宿舍 所以就會造成,大家想不到你們這些東西嘛 那我們覺得說,居然跟展規講說要把它全部都做的話 那我們就要說,這一次做完之後,下一次,我們都把這個做完 那我建議說,不要煩惱,就是說不要減電的工作 那我只要這樣講,因為像我自己也有提過,我就寫學姐200元 全部啦,全部啦,好不好 好,就不要再分路來空了,這個科目整個卷列200 那不要動,好不好 那一樣也請提出面報告了,這樣可以吧,那個局長可以了吧 那就不要再講了,不要再講了,不要再講了 科目自調,科目自調 B23號,你那個軍總可能是有寫錯的 我那個主要是軍備級,不是政治作戰級 好,好,好,可以,那我們改一下好不好 那這個民進黨委員提案部分我也連署一下,好不好 好,他會給我連署 好,那我們簡列200,好,那科目自調 那還是提個書面報告好了,好不好,說明一下 好,好,接下來我們是26到33 B26案,103、104年墨兵城校都遠超標30%以上 國防部竟以兵員不足為由,在爭霸山年次替代藝南轉為常義軍 國防部,源於國防部人事行政下,凍結三分之一 提出專案報告後,使得動知,提案人馬文君、徐志榮、呂玉琳 B27案,國防部推動全募兵制一直無法達成 源於人事行政費向下人才招募費,簡列200萬元 提案人陳廷飛、蔡世穎、呂孫林、羅志正 B28到B33,同為陸軍司令部人事行政分支計劃 B28,國防部推行業務簡化作業,但通訊費 在國內旅費借一場增加,原簡列600萬元 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後,使得動知,提案人 將啟成呂玉琳、徐志榮 B29案,陸軍司令部人事行政分支計劃 將105年度增列150萬元,為預算書中 並無說明增列原因,源於刪減150萬元 提案人呂玉琳、徐志榮將啟成馬文君 B30,我國常備部隊應無法如其目的足夠兵員 原針對陸軍司令部人事行政一般事務費 凍結1分之1,報告後使得動知 提案人呂孫林、蔡世穎、王定宇、劉舍芳、 全庭飛、羅志正 B31,監察院糾正陸軍司令部所屬性騷擾事件未一規定處理 原針對陸軍司令部人事行政下國內履費 减列100萬元,提案人蔡世穎、陳廷飛、呂孫林、臨場佐 B32案,陸軍司令部連年於軍事行政人事行政下 編列高額國內履費 原刪減600萬元 提案人徐志榮、呂玉琳、馬文君 B33案,國內履費一流於觀光性值 源於陸軍司令部人事行政國內履費 刪減662萬4千元 提案人呂玉琳、徐志榮、江啟臣、馬文君 以上宣讀 好,那個請國安部先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好,我是那個王國人強和司長 那針對B129和B127案的部分 尤其是法委員跟次委也有提出來 我想說是不是有這203的204的公平成效 跟他標的這部分 我想剛才我們自卑資格成事長 就這一部分有關 國軍在整個一個招募工作上 所做明明,我相信他要是不夠的 那我這邊也說 也很簡單跟我們報告 光105年我們這個招募工作 我們就辦理高階開戶進入校園 有75場次 那我上個禮拜在非常多步當中 特別到台東醫生跟西院高雄 也都是希望讓我們所有年輕人 能夠有越高的國軍 那我們從去年的1月1號到去年的11月1號 我們現在整個一個職業士兵的招募 提高了一個10個版權力 我想這裡面可以看出 我們可以從我們所做的努力 最後特別跟委員報告 剛才奧基會委員對我們很多的指導和歧念 所以我們希望明年106年 是我們整個一個招募的一個關鍵 我們希望呢 讓我們委員們 讓在我們第一線的招募人員 還有人士人員 能夠在一個充裕的經費之下 來支持我們招募的工作 讓我們的招募啊 能夠盡速達到大家 共同期望的工作 那我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們106年總編的人士行政運輸 除了一個這個招募 還有留意的各方面的部分 而且絕大部分都是跟我們最有關於的權益啊 息息相關 包含我們這個賞美兵議的隊伍的女備 我們人士作業人士管理人士勤務 包含我們工材坡目的這個整個一整齊的工程 這一方面都包含我們現役 跟我們陸的討論 都息息相關 所以這邊我特別提出來 希望我們各位委員都體察 光顧對這項工作的重視 那針對我們人對經費的這一部分 我們建議啊 不要做一個凍結 能讓我們都可以 謝謝各位 所以不要凍結 但是三呢 不是 因為他隨便第一個三 我特別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部分都是我們 平常的一個作業費 主席 有些人士費用又放在後面 像我有個案子B64也是人士費用啊 你會調整整理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B多少 我B2626 李委員說你的案子是幾 64 其實6364都是啦 主席我建議啊 你讓大家吃飯一下 等一下我們到12點半啦 我們把這個把它處理完好不好 把這個先處理完 我們就要休息 重新整理一下 不然這樣這個太亂了 沒有啦 所以我才希望大家提早交 如果今天交的話一定會更亂 所以謝謝啦 那個啦 他們把 他們是陸軍空軍把它分開啦 他那個 63是空軍 所以 對 所以是不是 就是說整個人士的 應該把他整個 頭群並在一起 對啊 所以我們先把這些部分出來 63 64還有哪裡 他有一些是漏掉的啦 有漏掉嗎 有漏掉嗎 8283也是啊 8283也是啊 憲兵後衛 憲兵後衛 空軍海軍 相關連接經費 但是我是後衛出說 後面 84 8283 84 啊 因為他照軍總分啦 對 對啊 所以 所以 所有人士費就把它湊出來 一起拿 所以 所有人士費就把它湊出來 一起拿 所以 所有人士費就把它湊出來 處理 對啊 因為現在 工程套啊 你現在是要用 路海空來談 用路海空來談 還是要用 路海空來談 用路海空來談 會比較單純啦 因為他不一樣 可是局總不一樣 建議啦 因為 但是前面又一起談 那你人士的就要用路海空來談 是這樣嗎 沒有啦 各位這個跟您報道一下 因為這個 人士費的 人士費的 心費的 這包含特區司令國 還有包含我們 我們 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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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一單位 每一單位都是他的人士工作的運作 就 路海空嘛 路軍少來路軍就離開嘛 空軍少來 他不可能 別再離開 沒有辦法 所以也希望 這個各位委員能夠去查 這個 我們對這件事情 的一個 很重要的行動 要不要照軍總啊 陸海空就分開來 那國安部的建議 沒有辦法規整 這分為東西 我們請陸軍海軍 海陸軍 整個報告 對他各別做個報告 對他各別做個報告 是 好那我們分開 你們案子哪幾個要稍微整理一下 還是我們 你們去整理吧 是 沒有啦 那你這個是陸海軍 沒有去空軍啊 那現在是陸軍啊 我們去把陸軍的人事行政先討論完 對 好那我們先處理陸軍的部分 好不好 好 那個陸軍先說明一下 好 包委員我是川普長全子隊 那個我們這邊是 B28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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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幾個預算 都是人事行政費裡面 編列的國內旅費 那這一部分的旅費 主要是核發 退伍官兵返鄉的退伍旅費 那這退伍旅費是必須要發的 法定核定要發給他的 那為什麼會增加 為什麼會增加 這個六百多萬 因為我們軍事訓練役 106年比105年 多了一萬六千多人 那多了一萬六千人 多人他的這個旅費啊 這些費用啊 我們核算之後 就是這個 概約是這個數字 好 我們這個 這個經過精算的 所以這一部分是 牽涉到這個 所有基層官兵的 退伍旅費的部分 肯定委員能夠 呃 免三 那個 對不起喔 28到 33 33是陸軍的人事行政的 人事費用嘛 是的 這部分先處理 那 大家 各位同仁對於這個 有沒有進步要求說明的 2627號是部本部 蛤 陸軍是28到33 是 那個 那呈 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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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長期以來都在關心這個進度 可是我們一直 過去都是用凍結的 然後他們提報告 可是我們感覺不到說 這樣子對於我們的 呃 陸海空的一個 呃 要去積極去做一些處理 然後有一個目標值的一個達成 否則每次我們動完之後 然後書面報告就是一堆子 一堆子之後根本就沒有辦法實質 跟我們所感受到的一個募兵成果 有相對應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還是認為我是 我是整個啦 我認為說這個人事行政的部分 我覺得要簡列兩百萬啦 我是整個 對 這樣吧 因為我們先 處理那個統籌的部分 26跟27 基本上都處理到國防部整個的統籌的部分 陸軍到底在處理 陸軍到底在處理 26部分那個 呂委員 馬委員這邊要不要說明一下 26 26 26案 陸軍我們到底在處理 2627我們先處2627 好不好 其實這個跟剛剛我們提過的一樣啦 就是你造成很多 八二年次的這個部分 對啊 那剛剛我們已經說明了嘛 對不對 不知道我是不是說明一下 自己 自己提好了 因為你是一樣的 抱抱她的那… 我要拿一個… 昨天才剛剛出來的資料跟 takeaway報告 我們不要看資料 因為你已經造成 這個資料是昨天才出來出爐的 包圍您看 我們105年的15,202 這已經達標 我還有第八T沒有進來 還有新訓轉服 載營轉服 還要繼續進來 所以今年這個目標會到1萬7 那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說 所以你說我們這個招募 我現在說的是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相同的 我們在意的是說 我們以兵員不足增82年次的替代役的這個部分 希望這個部分做一個檢討 因為你們募兵的那個數據每次一直都會提供 那個我們不是要這個部分 我們要的是剛剛也有提到了 所以我們希望你一併做完整的報告 那你自己提一下 因為前面有嘛 不要說你自己沒有 那前面已經凍結了嘛 我們做韓納在裡面 我希望他們也提凍結 因為一起嘛 不要說前面的有後面的沒有 我把那個意見放在裡面 委員會知道在裡面 看你們自己啦 就看凍結一個數據就好 等一下等一下那個 陳廷菲委員是第三檢案喔 那三檢是不是三檢多少 然後動結 那就尊重陳廷菲委員啦 一百啦 一百啦好不好 他動結動結多少 不要動了啦 不要動了是不是 前面已經動了 前面已經動了前面了啦 理由一樣啦 我們是不一樣 沒有沒有 你的內容一樣 幫委員 幫委員 這個我特別要為人事招募人員要請命 不要再講那個招募人員 因為你造成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的是這個問題 好 那個是一起報告 我們沒有特別要責怪這個部分 因為募兵很困難 我們知道 好 我們大概是針對這個部分 就減了一百啦 OK好 那就減了一百萬 然後那個動結就不處理 科目自行調整 好不好 哪裡 你說人事費啊 不是不是 總部的部分 統籌的部分 2627 2627 後面還沒有 好 那2627我們再確認一下 就是原價三檢一百萬 科目自調 然後動結就不處理 好不好 感謝委員 就是不通過了 然後接下來 陸軍的部分 等一下 陸軍 等一下 28到33 28到33 28案 B28案是我提的 基本上 你們增列了六百多萬 六百六十二萬 國內旅費 呃 叫 105年 增列六百多萬 等於是 105年3390萬 那明年要花四千零 五十二萬 增加六百六十二萬 這部分 我們看不出來 到底是基於什麼增加 你通訊費增加 通訊費增加十萬三千塊 所以這部分 我是提出來要簡列啦 簡列六百 動結五百 報委員 跟您報告 他這個 我們明年 軍事訓練役 人數增加了 一萬六千多人 這不是我們 發給我們的旅費 這都是給 軍事訓練役的 退伍旅費 那退伍旅費 不發給他 這一部分的話 對我們來講 這個 可能運作上 會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是 訓練役的 退伍旅費嗎 對對 軍事訓練役 四個月了 明年 那今年 今年是多少 今年軍事訓練役多少人 今年的軍事訓練役多少人 退伍旅費 發多少錢 明年是 多一萬六千多人 明年會多 一萬六千多人 明年會多 一萬六千人 一萬六千人 對 總共五萬多人 那一個人發多少 退伍旅費 一個人發多少 地區不一樣 本外島 北中南 看他從 退伍 都不一樣 那個說明一下 那個 麥克風 林市長 報告跟維報 退伍旅費計算 我們60公里以內 是兩百塊 那60公里以上 是六百塊 概算 所以這個整個退伍旅費 大概增加了七百多萬 那我們今年的這個 軍事訓練役 這實際增集人數 到目前為止 六萬兩千多人 今年 六萬兩千多 那明年的話 實際增集人數 可能會到七萬八千人 可能 我們預判 今年一整年六萬多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 對 那明年預判七萬多 七萬八 可能到七萬八 可能到七萬八 是 那這樣也不到一萬五啊 也沒有增加到一萬五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個實際增加人數 會增加千多人 這個錢是我們都算過的 因為 這個整個一個退伍旅費 會隨著這個 實際增集人數 大家中間會有些波動 但是每一筆 比數都是按照 我們實際發放來做 實際發放來做 所以這個陸軍你所增列 六百六十二萬 全部用是因為退伍旅費增加的嗎 是的 這個沒有辦法用在別的地方 全部都是啊 確定喔 沒有拿做其他花用 是的 沒有用在 不會用在別的地方 我們在廣渡 今年旅費 因為後面也會有提到 那那個通訊費 通訊費為什麼要增加十萬 通訊費就是我們在 今年75萬 明年85萬 我們所有的增集人 我們都要跟他電話通訊 很多的行政作為 人數增加的部分 我們就會按比例 對通訊部分會做一些調整 加一個比例 這是電話費的部分 聯繫啊 跟通訊啊 這些都要算的 通訊費都有 通訊算的 所以很死的啦 立委 請 我的案子是B29跟33 那在這29案裡面 你們說那個人事行政費 是因為 105到106 有增加了 增加了1萬6千多個 軍人 所以你們的這個 屬於他們 要退伍之後的那個 國內的旅費 你們發放了 那我想問一下 你B29跟B33 B33我一起來討論 就是因為 你說你增加了這個 1500 1萬 不是 叫105年度的這個預算 跟106年度的預算 你增加了這個部分的錢 這個錢有沒有寒到 我訂B33這個案件裡面的 這些錢 600多萬 這個有寒 是啊 那你這邊 你如果說B29這邊 我尊重你們人數增加 國內的旅費 必須要增加 那你這個B33 那你就重複了嗎 沒有重複 對不對 報委員這個沒有重複 那最重要的是 你現在的人數問題 你剛剛報告的是 1萬6千多人 那你這是預定沒有入伍的人數 還有包含緩徵的人數嗎 預定跟實際的人數有沒有一樣 那個請你關不說明 時報委員 我們這邊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在國內旅費 它的統一的增加 最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這個 溢南返鄉的旅費 那至於在預算書表看到 它都是在同一個 這個預算的用途別裡面 來做一個反應的 所以委員您看到 這個國內旅費的增加 就是我們在對這個四個月 軍事訓練役 它退伍的旅費的增加 它是在 因為這個統一的做 你還是沒有解釋人數啊 人數就是1萬6千人 這個 如果辦緩徵的人沒有進來呢 你預定是這些人嘛 1萬6千多人啊 那緩徵的呢 所以你預定的人數是1萬6千 那實際 實際的人數啊 所以這個經費的問題 要給他申請 10 還沒有 你這都是預定的 明年的都是預定的 他都是內政部 他給我們的 這個 4月沒有緩徵的問題 4月18千 4月多要進來 他沒有緩徵的問題 而且這將來還會多 可能還會多 這個 這個數字 在現在的 氛圍之下 現在要提前當兵 要很多這種狀況 可能將來還會多 所以現在就是預定數 是 是 好 那個 陸軍這個項目當然 那個 許委 1萬6千人 那個理會是 看他們返鄉的 距離 距離不一樣 在看那個 他透的單位的位置 跟他家的位置 所以是大概抓了 因為 每個地方是北還是南都不一樣 對對對 距離是怎樣 所以今年都改成4個月更之後 搞不好提早入更多 會不會 有可能 好 那這個項目我們就不刪減 這樣可以嗎 謝謝委員 好 接下來 我們 28到33 那個 全部都不 因為他那個很死的位置 來 那個李委員 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我自己有提出這個 凍結案 那我是希望是說 我們陸軍要就這個 募兵制的這個政策目標 來提出一個報告說明 那就是這個部分我不堅持 但是我希望說我們陸軍司令部 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來做出跟我們委員報告 因為 募兵制這個東西 其實是我們委員一直都很關心的 那也是我們 全國人民也非常關心的 所以我希望說 這個部分一定要做出來 請提順便報告 那就 不動結 好不好 那我們休息到1點15分 半個鐘頭讓大家吃個飯 1點半 好1點半 休息到1點半 讓大家休息吃個飯一下 那我們下午1點半繼續開始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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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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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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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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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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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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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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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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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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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然后 我们 感谢观看 國防部來做處理啦 不然每一個部 軍總要來一個辦報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不好 就是不要只談心腹 還包括整個管理制度的改進 改善這一塊 不只是果啊 那心腹是果啊 陰的部分旅人非常強調啊 整個管理制度出問題的時候 才有那個後面那個需要心腹的 那原理上這樣好不好 就是這邊就是 就3100 然後凍結1000 這樣可以吧 然後 書面報告 好不好 對然後待會兒涉及到海跟空的時候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三居一次啦 免得到時候 哪個軍總就會砍了比較多 如果碰到類似的情況的時候 好那這個 那個蔡委員 蔡信遠 你提3000 你還賺到啊 好吧 好吧 3000 你是嫌錯還是真的有3000 40萬運算而已啊 好吧 好那接下來我們第50案跟 49 49案 現在開始海軍了 現在開始海軍 請海軍準備 那49案 B49海軍司令部 暗日案件寄資酬金 增加幅度達57% 顯不合理 源於暗日案件寄資酬金 向下刪減30萬元 提案人徐志榮 呂玉玲 馬文君 以上宣讀 來 請海軍司令部 請海軍司令部 參謀長名家書在此做說明 有關 徐志榮委員所提出來的 就是針對海軍這個預算 由於我們主要是在執行 募兵的事物的關係 那近年因為募兵制 我們要的事物包括從體測到他實際的事物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要去調這個事物人員 因為他要以日來當做他的一個日資 所以我們為了讓包括他體測還有事物的 因為他的人數增加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今年在104年 我們的執行就已經日記資的方式的話 就已經支應了221萬了 其實我們事實上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在今年才會在內部的預算調整 將原來在105年只有編160萬的 我們再增加幅度57% 能夠到達250萬 以我們這個是實務的來去做一個調整 跟委員做個報告 建議委員我們這個部分能夠讓我們持續的滋用 謝謝委員 那個徐委員這邊有沒有進步要求他們說明的 我是還好 就是說 接著說一些高578度來 所以 總部長 就是說明你 是 謝謝委員 好 那就是不簡略 好吧 好 第B50案 請宣讀 B50 B5051同為海軍司令部情報及測量作業 B50案 105年度執行率不到80% 原於一般失誤費 簡列100萬元 提案人 羅志正 李孫林 陳平飛 B51案 海軍司令部情報及測量作業 過去預算執行請欠加 原於雜項設備費 簡列141萬元 提案人 李孫林 陳平飛 李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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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幕向下的那個分支計畫 政戰綜合作業 分支計畫裡面 分支計畫 分支計畫 對 分支計畫 動的部分還有山的部分是分支計畫 都是分支計畫 對 這個幕下面的分支計畫 不是那個幕喔 不是整個幕 國安部可以 沒關係 他們說可以 B52 B52 有鑑於海軍獵狗事件 源於海軍司令部 軍法及法制作業向下簡列1分之1 提案人 李孫林 徐志榮 將啟成馬文軍 以上軍讀 那國安部請先說明 是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這個在這個經費 最主要是提供我們法制人員 從我們的法制人員 他在各個旅籍單位 實施法制的那個諮詢跟服務之後 其實這整體的預算的需要性 它是有它的必要性 雖然在這個事件之後 其實本軍在各項的作為上面 還有整個處理上面 我們也都真的學到了教訓 所以我們在相關的這些事務上面 也一直在落實的去做 尤其我們在這些的預算上面 都有法律訴訟 還有律師的訪談的費用在寒瓜站裡面 所以建議能予以保留 做為我們後續預算的支用 建議不予刪減 好 請李委員 我要了解的是你們要怎麼做 因為這個動保法 在這個滅果事件發生後 這就是我們軍中的一個法制教育 的一個落後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跟我們軍中的一些 士兵士官兵們如何的去教育他們 你應該要落實在當地的 動保處這個協會啊 看看怎麼來處理這個滅果的事情 怎麼樣教育他們才對啊 那你們做了沒有 是跟委員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初步的報告 後續我們會再以書面跟您報告 在生命教育的部分 從我們上一次的陸戰隊的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已經把生命教育列為我們在整個 在一個定期要來執行的這個項目 這事情發生多久了 你們還沒有教育嗎 有 已經教育了 我們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已經在巡迴的已經舉辦了生命教育 跟如何在除了生命教育以外 針對這個法的動物保護法的部分 我們是全軍的巡迴 而且巡迴的時候都是由我們資深的幹部 由督察單位來執行 那動保處那邊你們有沒有去 我們也有邀請 我們事情一發生之後 再包括陸戰隊 我們都有邀請來去做我們的動保團體來授課 我建議從委員報告 高雄的部分我們都有這樣做 廣部這邊提出一個就是發生這個事情 這流浪果這事情發生之後 所採取的一些相關的做法 還有未來的精進做法 提供給留言做參考 好 謝謝委員 那這邊就不三連 那B53 海軍司令部採購及外購軍品作業 與105年度所列預算相同 是否在臨機預算精神下編列令人質疑 源於簡列50萬元 提案仍將其成李玉琳、徐志榮 以上宣讀 海軍司令部說明 報告委員這一點我們海軍是沒有做好 在臨機預算的調整的部分 所以說委員提出來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內容 我們會一定會改進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你這個採購及外購軍品作業費嗎 是 作業費嗎 對不對 作業費是拿來幹嘛的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裡面包括商購還有外購還有的一個辦理 還有後勤系統的一個 還有它資訊系統的維持 那另外還有針對我們在物資的運輸保費 這上面還有履約的督導相關的這些等費用 這樣好不好 因為這個金額不多啦 就簡列50萬好不好 尊重一下委員 然後科目指引道長 可以好 謝謝 那B54案跟55案並列好不好 是 B54海軍司令部督察作業編列預算 由於發生熊三飛彈物射事件 源於簡列50萬元 提案人江啟臣李玉琳徐志榮 B55案 既得及驅逐艦艦體維修等工程 已有軍官暴斃業者福報工程價款弊案 原於凍結督察作業業務費 後勤綜合勤務業務費各二分之一 專案報告後使的 竟同意後使的動知 提案人馬文均江啟臣林長左 以上選讀 因為這是提案內容一樣 但是凍結兩個不同科目吧 對 我們一個個來好了好不好 54的部分 那個請國防部說明 各位委員好 我是副總督法長吳寶坤 海軍金江軍艦雄山飛彈物射彈 是我去調查的 海軍有錯 然後海軍 也為了這個事情 受了很大的打擊 然後他們也做了很大的改進 那最近 我們渡航長是 有藉著這個戰備渡航的時間 到海軍部隊去看了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 建勤委員是不是 就是鼓勵海軍的心情 就是這一項不簡烈 然後我們下會期 安排外消息國安委員 到金商軍艦 實際做個考察 謝謝委員 那個江委員這邊 鼓勵是你們做好以後 你犯這麼大的一個錯誤 對不對 不只要檢討啊 那我們在預算上面 給予相關的壓力 其實也還好啦 那你說明年改善得怎麼樣 這個我們現在去看 以後才知道了 是 我們也不希望說 我們要去看你們才會好 我們已經通定時動 這個這個是你們當下 那個事情發生以後 你們就要去改善的事情 那我這邊 我們也是象徵性的 是 跟你簡列而已 謝委員 是 國防部可以嗎 50萬還是 是 海軍同意 好 海軍同意 那科目指定調整 好吧 就B54 就是照提案委員的意見 錢列50萬 然後科目指定調整 那50萬是同一個理由 但是 凍結 凍結案 馬委員這邊 麻煩請 這個說明應該很清楚了吧 是 好 國防部先說明一下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因為這個案子 都是 有一個是我們的督查作業費 也就是剛才江委員那邊的 一個督查作業費 那建議在這個部分 能夠成請委員 能夠併上面的案子來執行 能夠我們已經就是 簡列50了 那至於說後勤的綜合勤務 因為這整體的後勤綜合勤務 已經涉及到的 他的工作的範疇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包括 那個技術圖書的那個編譯 還有我們後勤人員的訓練 還有我們的相關的廠房設施的一些的 維護維持 這個我們知道它用在哪裡 是 因為你發生了這樣的弊端嘛 所以 我們要的是你如何改善這個整個機制 那應該提出一個完整的一個報告說明 你要怎麼樣修正怎麼樣做 這一個還蠻簡單 那個因為姜瑋那個案子一個同一個科目嘛 已經簡列50了 那是不是也提出書面報告 好不好就不要再動了好不好 簡列50了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我都還沒有講欸 真的嗎 麻煩可以啦 拜託啦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那B56案 請先讀 市令部106年度各項軍事裝備 購置計畫 隱匿採購數量資訊 願於主計作業向下 凍結四分之一 報告後使得動知 提案人李玉琳、徐志榮 將其纏馬文軍 以上宣讀 報告委員跟您做個說明 這一點我們海軍確實也是沒有做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106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司令已經下了指導 就在106年的就是最後的一個預算書表 的一個法定的預算書表的時候 一定會完整的加注數量 這一點我們這相關的這個沒有做好的部分 也請委員能夠 因為我們後續還有27個預算支用單位 還有時事內部審查 確實他們主計的人員非常辛苦 可能請委員在這一個部分能夠 不予以動結 謝謝委員 這個我是要來動結主計單位 這個跟前面講的都一樣 你們所做的所有的一個計畫 不是機密的 是公開的 你們要說清楚 那你們要說清楚 你要買什麼東西我們都不知道 那如何監督 而且預算書這個我們簡列的 要動結的 早就給你們了 你們沒有來跟我們解釋啊 非要到今天你們才要解釋 所以主席 我一定要來 動結四分之一 給他們做好完整的報告 才能夠動支 四分之一是多少 差才303萬 差才303萬 動結四分就是 七十幾萬耶 對啊 可以啦 他們做報告 是 跟委員做 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之後再懇請委員 解釋 OK 那就是動結四分之一 然後再提出書面報告之後解釋 OK 好 接下來是57案 已經處理了嗎 是已經處理了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好 58 B-58 B-62 並案 同為海軍司令部下政戰綜合作業 B-58 海軍各級部隊軍人自我傷害事件頻傳 原於檢列241萬4千元 並請送改善報告 提案人 劉世芳 蔡世映 李宗林 B-59案 海軍陸彈隊發生是官兵自殺事件 海軍司令部心服體系未能有效達成目標 原於檢列五分之一 提案人 呂玉玲 徐志榮 江啟成馬文軍 B-60 海軍司令部眾議報成效有待加強 原於一般事務費檢列一千元 提案人 蔡世映 陳廷非 林長佐 劉世芳 B-61 近期國軍發生數起事官兵 親身之遺憾事件 針對海軍司令部正戰綜合作業 向下一般事務費凍結十分之一 報告後使得動知 提案人 呂孫林 劉世芳 蔡世映 陳廷非 王定宇 B-62 空軍S-70C型海歐救護直升機 多達30年受限 衛艦有延售或換裝規劃 陸軍UH-60M移交15架與空軍可行性 業益恐將影響陸軍戰備任務執行 原於簡列空軍司令部軍事行政兩億元 那個62先不要 海軍的先來好嗎 58到61案 因為跟陸軍司令部一致 但是我們的金額比較少跟委員說 好 比例上呢 比例上這樣好不好 因為這個凍結理由跟陸軍是一樣 就正在綜合作業這邊 那陸軍是凍結 是3億百 凍結一千 提報告嘛 那因為海軍沒編那麼多嘛 比例算一下好不好 我們只有3億 我們只有3千 3千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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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啦 50好了 30萬要幹嘛 那個其他委員 那立委員請 就照比例 主席 這個我還是要講 陸海空這個新府的這個作業 海軍是特別嚴重 四官兵死了三個人 所以你們更加強 不是新府啊 管理制度 尤其是這個輔導師 給我們主觀的意見 你們都不採納 你們都不採納 所以這輔導師也是有心無力 所以你再從管理制度來改革 是 是 好不好 那我具體建議就是如果 350 動300 照比例跟陸軍一樣 這樣可以嗎 是 其他委員沒見 沒見 報告 還要書面報告 是 書面報告 對對對 一起啦 是的 委員我們會再先跟您去做報告 那我確定一下 那個 那個海軍的這個政治 政戰綜合作業的部分就是3 檢列3 300 檢列 凍結300 檢列50 然後提出書面報告後 然後 同樣科目進行調整 進行調整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是 六十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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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宣讀 有建於空軍S70C型海歐救護直升機多達30年受限 未建延收貨換裝計畫 令陸軍UH60M移交15架與空軍可行性 如此將恐將影響陸軍戰備任務執行 針對空軍作戰需求評估作業不實 原簡列空軍司令部軍事行政二議員提案人馬文軍將體成臨場座 以上宣讀 那個空軍先說明一下 六十二 要不要讓那個馬文軍委員先提 馬文要先提嗎還是要請國安部先說明 國安部先說明 誰 這個案子 X改動啊 這個 他的機靈的部分 我想說我們的危保 這邊我覺得善事不提 我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評估這個飛機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這個監控機制 就是受到原廠的認證 這個飛機每五百小時都要做一次非破壞性檢查 來提升它這個構型安全的監督 另外呢我們在五年冰診裡面已經放進去要籌購 明年就可以啟動建案程序了 這個部分我想說 我們一直有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當這個陸軍要 要交執政機給我們這個議題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內部就已經先做了可行性的研修 針對了五個面向 一個是安倍任務 一個是編裝需求 一個是人員編制 一個是後勤維保 跟裝備特性 這五個面向做了一些可行性研修 所得的結果都是正面的 也就是說我想跟委員報告的意思是說 其實空軍對我們自己的機種 我們自己保持的安全我們是很重視的 我們一直都有在監控 也有在評估 也有做後面的計畫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懇請委員 這個不用刪減這個部分 好 那個馬委員請 現在是陸軍還要再撥15架給空軍嗎 這個規劃 當初的建軍備戰是什麼做的 為什麼你們認為需要60架 那如果內政部救災需要撥15架過去 現在空軍就撥了15架 那你們30架建軍備戰的部分 你們現在是可以嗎 那當初為什麼要60架 那到底一定是哪裡有問題嗎 你原來建軍備戰的需求 你提了60架 你可以把15架撥給內政部 現在又15架給空軍 那陸軍到底要幹什麼 還是你不敢講 委員好我是連山次長 跟您報告 這個我們陸軍的45架 新買UH6045架 那原有的C機 就是C19400大型機 那以前你們沒有嗎 為什麼需要60架 現在30架就可以 報告 報告 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空軍 講一下好了啦 好不好 因為你原來陸軍的作戰需求提的是60架 你原來有的你本來就有了 所以你還提了60架 可是你現在 你現在 撥了15架給內政部 空情總隊 現在又要撥15架給空軍 陸軍當初的作需 怎麼 是怎麼提的 你是怎麼用的 那陸軍說明 是不是陸軍有問題 報委員跟您報告 亂買就是 不是亂買 報委員跟您報告 這我們 我們60架飛機 作戰需求沒有改變 還是60架 打上的時候 這60架都可以回來 都還是要回來 你空情總隊的內部那個都已經 插掉了 你還回來 報委員 這一次 飛機它可以做 有的是做運輸 它這個飛機主要是在做運輸 不是做作戰資源 它是做運輸 運輸 也是一樣 那你當初你就是說你的需求有60架 我現在要知道說為什麼你當初需要60架 你現在30架就可以 那表示我們有很多的預算 是有問題的嗎 報委員 你陸軍當初提60架是你的作虛啊 報委員 對不對 報委員 不管你是做運輸還是其他的利用 陸軍就是需要60架 是報委員 我們作戰的需求60架完全沒有改變 那這次我們在台中港漢光演習 也把空情總隊納進來一起演練 就是在戰時的時候 這60架還是都在 只是我們就是說 因為這個飛機能夠做最有效的運用 它也可以做救援也可以做空運 那我們撥給空軍15架 如果我們的作虛是這樣用 那我們的採購通通有問題 我們的採購通通有問題 今天其實我們特別要提出來 是你陸軍當初這個作虛 你提出來是這樣子 你說跟那個空情總隊可以合併 做戰時的時候可以統統湊在一起 這個理論你等一下會打臉喔 你們等一下請問 我講一下 第一個這個60架的採購案 我印象到說是馬英九前總統 把15架撥給空情 是為了國內救災防災需要 那我不覺得這個角色不對 縱使他是前總統 但是因為在作戰的需求的時候 大概是全部的量能都要用上 可是平常用不到那麼多 所以平常用不到那麼多的時候 15架放在這個內政部 15架放在取代原來S塊的東西 第一個關鍵點是 會不會影響到戰時的這個運量 那如果不會 第二個會不會影響平常的演訓 如果也不會的話 這樣的配置事實上是比較節省的 而這樣的配置是延續性的 不是這一次 我印象是兩年前 大概就先 進來的時候 就先撥了好像一年前 撥了15架到空情去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 跟各位委員討論看看 就是說 這樣的配置 其實在平常的開支是比較省 那我們在軍隊都知道 不會全部的武器 全部都放在手上 那平常仰臺那邊 你這樣15台 那時候好像是因為 我們在天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有一台空情的 從我們台南起飛的 去救災的時候 撞到山壁嘛 那個飛機太老舊了 所以 那個 前總統他們才會撥15台給空情 我倒覺得這個是對的配置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建議說 這個簡列部分是不要 因為這個簡列比例太高 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的運作 報告委員 我們純粹就是 就是為了 節約國防預算的支出 那個 因為空軍 他規劃107年開始 還要也是要買 有規劃 陸軍有空軍的需求 陸軍有陸軍的需求 你們剛剛很多東西 海軍的也給空軍了 然後你現在陸軍的也給空軍 我現在要問的是 你當初的作需 你的需求是60架 這個你們應該很清楚 為什麼你們要用到60架 你現在說這樣可以比較 要節省預算這個說法 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要作戰需求提出來60架 那事實上這60架都在國內 並沒有說 只是他發揮他裝備的最大效能 當初你們估算60架來擔負戰備 訓練還有維修 其實你剩下一半30架 對於訓練跟戰備是一定有影響的 不會沒有影響 所以其實你現在要解釋的是 為什麼你當初提出來的作需是這樣 然後你現在剪一半居然也可以 我們現在要的是這樣的答案 而不是你說 跟預算有什麼關係 其他的軍總不可以自己買嗎 海軍還花很多錢 現在艱難也很多 空軍沒有嗎 你們陸軍的全部都要給人家 還講不出話 好 那個臨場主定位 喂 我也是認同說這個是他 這個可能這個剪的是比較多啦 但是我昨天其實有在質詢這個問題 因為我相信這個海鷗直升機一定是在 之前就會慢慢發現說 他可能已經不復使用了 那在那一個時候應該就要去思考 要怎麼處理 而不是說真的已經開始發現的時候 才看有沒有別人的東西 可以拿來用 那如果我們今天講說 現在放著這 就是一樣的這套理論 其實放在幾年前的話也會通 就是說你現在30架放在陸軍 然後空軍這裡編了15架 內政部也編15架 但是陸軍講說到了戰時的時候 這些我們都是可以拿來用 你這麼一模一樣的理論 拿到那個時候來講也會通 只是會變成是照每一個部門需求 去提出來的 那我相信等到真的作戰的時候 本來全國的資源就都可以調度了啦 一定是這樣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成為說 我們在編預算跟計畫的時候 可以就用這樣子的想像 那我們這樣子真的會變成每一個項目 都會去思考說 你現在買這個 會不會中間有兩年的時候 可能用不到 所以這兩年說不定 你以後別人不夠的時候 拿去借去用或什麼 那這樣子所有的 就我昨天在質詢的時候講的那個重點 那這樣每一個 我們其實你的暗遊跟他的目的 跟你到時候真的用的時候 會不會是這樣 我們都不知道 那到時候那個理由一定也會充分啊 我現在就有需要 所以說你一定要照我 我們也沒辦法說不借嘛 所以就是說這一個部分我覺得 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沒辦法說不借 但是我們一定要預先就知道說 原來你是這樣子的調配 對 而不是發生事情的時候說這樣子 我們來 你照我十五台 照他十五台 這樣啊 在戰爭的時候再去看我 你知道喔 這講起來 對 這就不是調新娘請說 你們這什麼軍種 至於要做什麼 你的那個訓練都不一樣 這個 這個暫時你們可以這樣 那你做什麼 你們是內行人 很清楚 我們今天提的這個部分 怎麼樣 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然後再解凍 這一件我們非常堅持 因為你當初提的座序 跟現在 完全你只剩下一半 你可以有很簡單的理由 在這裡就可以提的很清楚嗎 好吧 我具體建議就是用凍結的方式 然後什麼樣的數字 我們再討論一下 然後 做報告 書面報告之後再來解凍 這樣可以嗎 因為實際上是檢討過去作案需求 提出到底合不合理嘛 這是重點啊 這個 那個徐文 我只覺得 空軍跟陸軍 其實你們一直沒有回答 這尾問的一個核心的問題 是對的 就是說 當你陸軍的六十台 那我們空軍的S拐動C 你現在 跟他借了十五台 理論上 你們當時陸軍得六十台 就會少了十五台 所以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你們 這個部分說明的不好 那 今天如果空軍拿了這十五台 在手上 他當然不需要再買了嘛 那你陸軍要補嗎 要不要補十五台 我們可以接受說 因為飛機老舊 因為我為了飛行員的安全 陸軍的十五台 借過去 可是你不能說這樣子 我陸軍還是夠 那你還是夠原來買那樣子 就 是不是買太多了 你這個疑問其實要好好回答 這第一個 你們要想清楚怎麼回答 你不能說我給他了 他不用買了 你也不用再買了 那你原來買那六十台 還不是就是買來手邊 準備看發牌發給誰用嗎 這個是很嚴肅的課題 你們比較好 因為這不是小錢 所以我贊成剛才 趙偉講的就是說 我們用凍結的方式 那你們把這個東西講清楚 那至於這個四億四千一百五十三萬 是凍結兩億一億多少 我沒有特別的意見 我倒覺得說 陸軍在UH60這個事情上 你們要說清楚來 好 那個 國防部這邊要不要 許委員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大概 各位保委員就是一樣 你如果那個 內政部空勤要 你就自己那邊買 空勤那邊要 你就那邊買 我們陸軍自己要多少 你就買多少 真的有戰爭要怎樣 他們支援你 支援你 大家整頭起來 不要說你買了六十 給他十五 給他十五 有事照你講的 我六十架還在 應該不是這樣子啦 空勤要用多少 你就空勤去買嘛 那內政部空勤要多少 他買 你們自己陸軍要多少 你們自己買 那國防部對於東傑的數目 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陸軍好像有錢 買來都借了 要一千萬 要一千萬 包委員 我這樣子 我自己是空軍 我不能好像來講說 講的空軍話好像不太好 可是我也講一件 可能公道的話 委員這樣質疑絕對是對的 因為我當時的建案的精神 那個六十架是陸軍的需求 那是對的 當時他本來就有這個作虛嘛 可是各位 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S拐東西 是二十四架有待命 全國收救最困難的 就是我們S拐東西 它是不分天后的 那我們也願意採購 我們在五年以前 我們就要買 那個新型的飛機 可是那個報價還有一個時程 我們在計畫的時候 因為我們國防預算編列很難 今天要建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也很困難 我們也知道 從陸軍那邊拿過來 陸軍他事實上他也是痛 那我空軍好像就獲得利益了 其實不是 因為這是整個國防和國家利益的考量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第一個 如果說委員 李向那個馬委員是在這個南部地區 中部地區 我們嘉義聯隊那些飛行員 每天在飛X拐東西 他眷屬是提心掉 我們這個很心痛 我們希望在這個最短的時間 把他的這個資源 先給他安全 讓我們全國的所有收救 二十小時 能夠保障我們那些 我想至於說陸軍建案那個需求 我們預檢討 他將來怎麼去定他的編裝 以後這個制度 我們去怎麼跟委員做報告 就是說當時的作序現在改成這樣子 我們去看看這個資源怎麼是共享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現階段來講 肯舉委員說 我們事實上有這個很急迫的需求 而且他二十四小時 你看 上次我們綠島那五個人 五個飛行員就掉到綠島上面 不要提那些發生事情的 因為這個有很多是 因為你們的很多妥善率各方面都有問題 包括你們昨天的回答 昨天你們說有嚴壽嘛 你嚴壽昨天是針對你這六年的部分做嚴壽 你現在要變成十二年 如果嚴壽可以十二年 你幹嘛買新的 幹嘛自己做新的啊 你都可以做十二年了啊 那幹嘛你要做新的 嚴壽都可以安全的話 如果照你們昨天的回答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你提出一個完整的 提出一個完整的 提出一個完整的 因為你現在要三言兩語 一定講不清楚 陸軍當初的作序跟你們 現在你說要整體讓大家很清楚 江偉 涉及到三軍啦 各單位之間的調配決策 那個 部長表示一下意見啦 承諾一下啦 國防的資源呢 在這個經費啊 不足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共享 而且作戰的時候 我們將來是聯合作戰 而且我們這一次在國防白壁書裡面 會有明確的表達 我們這個作戰的方式的這個改變 而且我們這個案子 絕對不是臨時起義 而是經過空軍跟海軍 跟這個陸軍 這個嚴密的在檢討以後 空軍覺得這個事情 能夠立即解困 然後陸軍會覺得 他這個時候會得到 許多作業 作為費方面的 這種能夠維持跟支援 其他機種的這種運行 我們才做了這樣的一個決策 那麼我們決策的結果 是希望陸軍能夠給15架 立即支援給空軍 交機的時程呢 要到明年 年底才可能 所以我們這個時間 作業的時間很長 另外呢 我想講的就是 這一黑型直升機 我們購買幾乎 購買了十年才買到 當初的兵力的狀況 跟現在都不一樣 當初的編裝都是大的 現在我們你看 很多的營區都是空置 因為什麼人員的減少 所以陸軍在這方面的運用 他會有他自己的考量 那麼我站在國防部長的立場 要把我們所有的國防資源 三軍通用 正如同P3機裡面 我們飛行員是空軍的 後艙作為完全是海軍的 我們這個是國軍的進步 跟軍事事務革新的顯現 報告完畢 那個 林昌主委員 我想這樣子 我聽起來 應該就只有兩個東西 要說清楚 兩個報告 應該來說 第一個就是當初的那一個 編制 這個規劃 是不是有這個 不夠確實 計算的 估算上面 是不是有不夠確實 未來怎麼檢討 避免重來 第二個就是我相信 按照剛剛部長的這個意思的話 應該 除了這個案 個案以外 應該會有更多 未來設備上面 武器上面的這個整合跟調配 但是它上面有一個 最高的指導原則 是我們國防的這個策略的調整 因此三軍應該會有不一樣的調配 那我想這個應該 我們也要清楚的看到 我們才不會變成是一個 很驚訝的 看到媒體爆出來 或是今天又有人 這個提供的資訊 我們才知道說 怎麼會這樣 不要一個一個嘛 我們要一個整體的 這在部長那個 國防報告書 或者是相關QDR 你們都會稍微處理到嗎 我再補充一下 空軍的搜救隊 如果有急需 我們都支持 你如果有這樣的急需 我們一定都支持 可是不是挖東牆 補西牆 你現在是把別人的 你現在空軍自己 建案要花很多錢 海軍也要花很多錢 不夠的都從陸軍拿來 這樣就好了 你今天如果有急需 你自己就要建案 你不能挖別人的 這個是基本的 所以你先把完整的 先提出來 我們再解凍 因為你如果可以 做完整的報告說明 我相信我們都支持 好 謝謝 那個雷專偉 我也支持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主計單位 在那個陸軍跟空軍之間 這樣子的一個預算 這樣子 可不可以 這樣可行嗎 有沒有涉及到主計上面的 包圍那個基本上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統籌統購的 好那 因為下去可以買得獲得之後 它會做財產的一波 所以沒有關係 沒有問題 它可以做財產的一波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用凍結的方式 對 那個國防部隊員主張 我來建議 因為 其實陸軍 你要說明清楚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民國95年 採購黑鷹直升機 那95年到現在 我們的人編制其實是變小了 所以 多買了就說多買了 多買不是你的錯 因為當時的編制 後來 你怎麼知道老美什麼時候准你買 那 多的東西 讓消防弟兄用 多的東西讓我們空軍 救難用 我覺得委員大招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是你理由 講得不清不楚 所以你們要一個說明 那我是建議說 是不是給他們凍結 五千萬 兩千萬 兩千萬 OK 看大家 凍結 然後說明報 我要求凍結五千萬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動 你這樣我做 這不太跳出來 你會被黨局局 這麼快 對啊 馬委員會這樣 凍結五千萬 就是說 凍結 然後 這個部分把它說清楚 如果真的是因為編制變小了 你講清楚就好了嗎 因為大家是 那個理由不清楚 絕對你好像 請坐來 不來不去 報委員 因為他有一半是行政事務費 他根本沒怪 所以我建議凍結兩千萬 你一半 你兩億多是行政事務費 對對對 所以 報委員真的 這個 馬委員說 我們一定會講清楚 凍結兩千萬 是 謝委員 好啦 我拜託一下 做事件報告寫好一點 這樣兩千五 我還請你一杯咖啡 沒有兩千五 我請你一杯咖啡 好啦 他早會被黨紀處分 他喊再說 因為你趕快說明 因為這個是一個大案子 馬委員 質疑的部分是對的 之前 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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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這個 這個項目就凍結2500萬 然後請 呃 國安部提出面報告 好 好不好 再解凍 好 那個 63 63 B 63 同為空軍司令部 人事行政 B63 空軍司令部 人事行政增列 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元 然空軍之招募成效 相為三軍最優 可以再增列 預算 欲達之效益為何未見說明 原於簡歷一百萬元 提案人 將啟程 呂玉玲 徐志榮 B64案 空軍司令部 人事行政下 物品費 一般事務費 雜項設備等項目 明顯重複編列 原於刪除一百萬元 提案人 呂玉玲 徐志榮 將啟程馬文君 以上宣奪 這同一個項目是吧 同一件事 好 那請空軍說明一下 參謀長 報告委員 這個空軍今天做個報告 這個106年我們編的這個招募軍費 多了166萬 然後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今年105年的招募 目標數是717元 106年的我們招募目標數 是我們提出的需求 跟國務提出的需求 是2530元 是三倍之多 那當然相對的我的招募 所要的經費就比較多 那當然委員一定會質疑說 我去年 今年已經這麼好了 明年為什麼還要這麼多 因為我們空軍覺得說 這個優秀的士兵 我們要長留久用 所以我們每一年呢 有分六梯次輔導 我們認為優秀 而且他願意在軍中自己 再繼續發展的 去轉為士官 所以說 我們有大量的這個士兵 在今年就慢慢都會轉到士官去 所以我的士兵還是有一個缺口在 所以我們明年跟國防部申請 我們要招募2530元 這個目標數比今年多了三倍 所以說這個經費所產生的多出來是這個地方出來 所以請各位委員能夠詳查 然後給我們空軍的支持 謝謝 各位建議 因為這兩岸是同一個預算科目 那本來是各三一百萬 我們可不可以建議 合併 兩岸合併就共三一百萬 這樣可以嗎 對 什麼意思 就是 六三六四 就是三一百嘛 六三跟六四就是三一百 六三我提的嘛 六四是 就是三一百嘛 就是三一百嘛 都是三一百嘛 那就合在一起 並在一起三一百嘛 因為同一個項目嘛 同一個項目嘛 就是科目嘛 不是加起來兩百 沒有啦 六四啦 這加百 防部可以嗎 一百可以嗎 一百八總和 六四啦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你們明年招募增加三倍嘛 是 成長嘛 你的目標成長啦 是 那當然你目標成長 你說你要去 講說你的旅費什麼增加 那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宣導經費是減少的 宣導經費 你一百零五年 兩百一十三萬 一百零六年一百八十八萬 你減少了二十五萬 我們這個完全都是配合 坐月實際的需求 何時變成 不是啊 我的意思說 照理講 你如果你的目標更遠大 那你宣傳費怎麼會減少 旅費是增加 宣傳會減少 這個邏輯我不懂 因為你如果講說 你業務增加了 所以你要 你招募的人數要提高 所以你去編你的 合理的增加你的國內旅費 這是對的 這邏輯是對的 所以你的旅費增加了二十八萬 你的物品費增加七萬 你的一般事務費增加五十七萬 這感覺上是合理的方向 可是 宣導費減少 是怎麼樣 是 是因為 做得很好 所以不需要 所以 因為旅費增加 是因為我們的招募人員 他們現在都是 勤跑各基層的學校 那宣導費 我們是依照實際的需求 其實我們宣導也是在做 像委員您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 有 公車上面的 對啊 那我是說 難道你 你應該是 你加倍的這個 需求 那你的宣導卻是減少 那是 是怎麼樣 跟 跟委員 這個不合邏輯 其實 我的意思是說 你變成是 這個經費有沒有亂編 就是反正我把它塞進去就好了 塞錯地方了 你懂我意思嗎 報委員 其實 宣導的方式 這個很多種 但人員宣導 直接去面對 那以後 我都要求宣導降低喔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 報委員 那你看你的 對不對 你說你 你說你這個 目標要提高 然後呢 有一些費用提高 但是宣導的經費卻減少 我覺得這個邏輯上是講不通的 因為你目標提高 你從700多增加到2000多對不對 你今年是招募700多嗎 呃 今年是717 對啊 那你明年要招募2500耶 這是 乘以3 超過3 超過3 報委員 我這樣講 我們也希望這個宣導費會增加 但在這宣言預算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 等於說人員拆禮費 它是用人 去取代那個 好比說公車上那些減少 因為 我想我們也願意增加 可是為了捐捷這預算啊 我們把那個任務就是宣導的 用人去直接接觸 那比我們那些那個廣告啊 如果說我們將來 我們當然如果有錢的時候 我們多一點廣告 文宣 那對我們來講是有利的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 經過幾年的經驗之後 告訴你說 其實 情跑 情跑很重要 情跑比公車宣傳還更有效 如果有錢 對於的錢 我當然還是要增加很多的那個廣告的 但是目前來講 好像不允許我們這樣做 所以我們 你如果開了這個支票 這個支票你明天要做到啊 2500 對對對 但是不是濫於充數啊 對啊 人員宣導部分要加強 對啊 不是濫於充數啊 不是濫於充數啊 因為你從700都要增加到2500 這個是300%的成長喔 好 然後李委員這邊 好 我的案子是 所以那就是減列100啊 他的部分減列100 B63減列100 我的是B64 這個案子雖然跟63是一樣 但是我的主張是因為 我們看到預算書的時候 關我們這一部分的一些招募 的作業費啊 這招募的作業費 在裡面 我們看到 設備跟物品費 就68萬 還有就是宣傳費 這個部分就佔了188萬喔 那跟從前面 前面他另外 他另外就有物品費 跟一般事務費啦 你們是不是有重疊的編制啊 空軍請說明 跟委員報告 這兩個 一個是人事行政 一個是招募作業 這兩個業務 這不是一樣嗎 我們人事行政 就要去招募啊 跟這個事務要去執行啊 委員 這邊這是人事行政 然後我們這邊是人事行政 所以人均處的處理 這都統括才對啊 他有兩大塊業務 對啊 這個是一個人事行政 你這一樣耶 這兩個啊 你這個部分的 跟這個 這業務面不一樣 一個這個是做人事 像 人員異動啊 標準 這兩個業務 業務是 業務執行的單位不一樣 對 業務執行的單位不一樣 這個是人事作業 像 考機啊 獎程啊 那這個是人員招募 是不一樣的業務 那個麥克風拿近一點好不好 那我們就盡量尊潔處理啦 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那個兩位委員 就是因為兩個案子 同樣的科目啦 那就是 減低一百萬好不好 好 那科目字條好不好 好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讓廣部再稍微整理一下 他們現在目前刪減燈動的情況 那委員休息一下 十分鐘 二十分鐘嗎 十五分啦 不然今天熬夜喔 好 十五分 好 等一下 這個解決在哪裡 就三點十分 好吧 你們的錢在哪裡 聞想問 Clara 好累喔 咚問家人事さん intérpre 好分 沒有不用 состояни是我人事師這一塊的 對啊 297A 你怎麼委屈 Entertainment algo 9942000元 中庫在哪裡 uh 這哪一筆啊,這哪一筆啊 這哪一筆啊,你們是掛在哪裡啊 這一次是業務貝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因為收借版 你幾顆會都一樣,業務貝 業務貝的哪一筆啊 上樓看,這個921萬 有些案子可以避難,你們就要避難 前後的弄得拉到那麼遠 你們這裡寫的跟這裡寫的不一樣啊 哪一筆是掛在哪一筆啊 總部之內是哪一筆? 總部之內是哪一筆 有些單向的,我們讓你們報告出現 公共的在這一部分,我們去區分點的話 這一塊是人事行政作業 這一塊是人事行政嗎? 不是,我們在說明的,說明這一邊 我們是把兩邊併在一起 因為這個是出表編制的問題 然後我們有區分,這一塊是人事行政 然後這一塊是門員招組 那我問你們,民間人員招組的錢 會有錢的話在門邊來? 我們可以溝通啊 你們公共,你們不會留在一起 你們不會留在一起幹嘛的 沒有啊 業務費是這個,它全部加起來等於這一個啊 不是嗎? 對 對不對 用著這麼多案啊 比如說這邊17217嘛 是這些鄉家不是嗎? 有些可以送報告先說 對,這邊全部鄉家是17217 不知道吧,你這裡面你看 有些通訊事件處理 業務固定保險 還有人技術物業 他們全部都變在國內旅費那一塊啊 這是變個正直的工作的項目 所以我們把他變到國內旅費 跟美國公共,你們不是說明 我們就像你們這個 人事費 事費都混在一起 還有 他講其實我們就了解 這兩組不一樣的 像這件事人員招募 我要有通訊 要有書籍 要有保險 安置在建設計 對 那是你最大筆的人 那是你最大筆的人 對 最大筆的是國內旅費 所以你就是把國內旅費 沒有什麼不知道 就送出去你們就知道啦 國內旅費在這邊 宣導 所以我們就用宣導費用 這是籃球啊 為什麼宣導費用會下降 因為年度我們每次開票 我們才會檢討他的時間 三 二 一 一 為什麼這樣編 這個沒有 計算指標 就是這樣 那我們為了終於表達 每一個工作的 我完全看不出來耶 我們變成委員 這個時候 我們都是從這邊去看 每一項業務的工作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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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分支計劃上 你的議員 你們的科目裡面 並沒有 你只要辦理 什麼 只是在這邊 只是在桌面 所以你的 這邊沒有 對對對 那個醫生不然這樣 那就是病 你實務上 你並沒有這個科目 你沒有這個科目 沒有這個科目 所以他就是變成中 你分支計劃的 那個 軍事行政 人事行政 人事行政就是在這一個 人事行政 就是 這個人事行政 就有 辦 這個人事行政 然後 木桿官 對不對 就變成這樣 但是我們看預算 都不是用這個科目 對對對 不是這樣 不是看說明 所以不怪 好 好 來 現在已經做了 你不可以找人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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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歐的台歐 見到了為什麼 他小看他 我們自己都見過了嗎 我們自己都見過了嗎 有啊我有先見過 你們這個童童在一起 我還沒看 這樣講 這樣我都不能去 你要這樣子 五十一天一天 這是五十一天 那不然 那個童童就是 他就是啊 他就有點不切啦 但是後續會找你 他就是 他就是你一個 你別人上去 你都沒有理由 你為什麼還沒連你自己 他就是他 你為什麼還沒 他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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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你 他 他就是 我 我 有 基本上,全世界為什麼叫做三軍,才提得同樣,也好比說,全世界各軍,他如果說是建的海軍的東西,他有點不需要,他就打一邊,那我這樣講話,E3C最早的時間,他的前程是SR,還請幾號,因為這是誰的管理? 因為那時候海軍說,哎呀,你拿給我這個基地桃園嗎,那公司說好啊,我很多人,我都很不願意,我跑海軍去,那時候指揮官那時候,換海軍是過去的,當國家真的說,那麽要桃園是武城那時候把,底山西海,你要轉開了,就要看我們廷諾,就說了,廷諾的場合在國軍的,那那邊都是基地的設施,那那些人講,我們又回家了, 我剛來到了 對 剛來到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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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那個 他不放在那個感覺 是啦 是 他只看我們邊的角色 對啦 其實 其實我交交 其實 其實這一次說 不管是 就去 這只是一個演奏 還沒有成績 我認為 應該是我們民國 為什麼技術都這麼忙 我們也不知道 但我們這個問題 基本上來講 應該是 我們這個案子 應該是 我們怎麼講 我們才算 那才算數 我們他們所有的不算數啊 這個很重要 所以說 我們今天黃雖然講 那我會說 我不會追到 那這個怎麼追到 他如果留一室要準備跟你 你都告訴你 那我自己也是 那個 你講的白講 沒有 還有 那要是 你 反正 當然 這個 國家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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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全世界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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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ensktextning.nu 這個我們也有耶,不過沒關係,因為馬委員也有簽我們的 就可以看到自己在生意做事,我們好哦,也擁有乾ás量真的很均匀 牛仔褲可以蓋上去 出品了 鞭嘴烤鞋 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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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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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9 B-9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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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